有一天 七夕情人節 突然叮咚叮咚 我收到那個 好貼心喔 結果後來我就看到同劇的女演員 就像宇婕 還有婉鈞 陳志強送的 他整個 對 對 我就算了 而且他們還是手寫卡片喔 妳的是硬的 對 他還說宇婕 謝謝你什麼挖勾的 謝謝我的女 因為戲裡演他老婆 謝謝我的老婆 好貼心喔 哈囉 說沒事的都很有事 說有事的沒事倒是 歡迎收看 哈囉 妳有事嗎 我們要遇到一個朋友 愁容滿面 怎麼了 我說妳是在煩惱什麼 沒有啦 我看起來很胖 我就安慰她 千萬不要這麼講 那哪是看起來 胖就是胖 然後她就一直在追求說 用飲食的方法 來讓自己變瘦 對啊 結果就 真的 減肥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所以吃真的是非常重要 今天就要來歡迎這些 管不住嘴的小吃貨 對… 來 宇婕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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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可 嗨 好 厲害了 還有我們的 妹 嗨 當然 當然主題 明不了一定要有專業的營養師 沒錯 來 方慈生營養師 好棒… 好 做夢都沒想到 吃這些東西 居然讓我越減越肥 對 哪些東西呢 滿滿的都是 這邊看起來都很健康耶 對 這些食物妳覺得 哪些東西吃起來 會讓妳越減越肥 哇 這個我覺得這樣看下來 這個很可以 這個 潛艇寶 很多人吃這個在養生 對啊 你知道我跟妳講 我在出血針的時候 要急速瘦身 我就是三餐都是潛艇寶 那潛艇寶要怎麼吃才會瘦 就是妳一定要選擇 那種全麥的麵包 然後要選最無聊的雞胸肉 重點是不能加任何醬 對 這個就是NG 妳看它 它火腿 嗯 這個就不行啊 請妳尊重食物好不好 沒有 然後裡面就是有沾那個 還有加醬這種就不行 我之前減肥的時候 我也是就是吃潛艇寶 人家不想說很健康嗎 對 然後我也是雞胸肉 醬不是也會胖嗎 所以我就是用那個 義大利的那種油醋醬 結果我就這樣吃一個 然後想說 我應該可以骨瘦如柴了吧 結果我今天也看到 我想說 為什麼妳的臉就是 胖得跟麵包超人一樣 妳會不會是吃12吋 沒有 其實12吋是4吋 是一個超常的 結果越吃越肥喔 對啊 後來我就戒掉 戒掉一個禮拜 我臉瞬間就 就煎下來 就被掛著臉 真的離奇了 這邊有一個排行榜 小心吃這些越減越肥 所以今天大家真的長知識了 這樣的潛艇寶 在越減越肥的這排行榜上面 它有沒有進榜呢 來營養師公布 這樣的潛艇寶 它有上榜嗎 如果有的話它是第幾名呢 來 答案是有 對嘛 然後第幾名 它在 對 它在第三名 真的嗎 對 但我可能背錯了 應該是 1 3 3 3 2 1 我叫做潛艇寶 來 好 各中原有 對 剛剛美姊姐講的 就是那個油醋醬 跟大家說如果要減重的話 還是可以加醬 你可以加紅酒醋 黃芥末也不錯 黃芥末也不錯 因為它其實油脂不多 醬就是熱量的來源之一 而且它有油開頭就不要 橄欖油 油醋 濃稠的油 可是因為它油的熱量就很高 再來就是你的主食的選擇 像加工品 那個今天準備的 就很多火腿 然後像是那種 鮪魚 很多像沙拉類的鮪魚 鮪魚 鮪魚不是很好的蛋白質嗎 但它有貨那個 美乃滋醬 所以問題不在鮪魚啊 問題在美乃滋醬 但通常都是美乃滋鮪魚 不會是單純的鮪魚 或者是淡沙拉 我如果裡面夾一片黑鮪魚這樣 但是妳很有錢 對 妳吃得很好 妳老是說妳口太夠深 大家會覺得 我外面選全麥 是不是比較熱量低一點點 這應該是知名的地鐵堡 那一家嗎 對 就是那個名字 它的每一個麵包 基本上熱量差不了多少 所以就選妳想吃的吧 真的 全它吃起來都很鬆軟 這就是重點 因為妳會發現它的名字 沒有任何一個叫做 全麥麵包 它有小麥 有燕麥 對 我們現在的法規 妳要叫做全麥 妳裡面的營養成分 就是妳的原料 一定要有51%是全麥粉 它才是真的全麥 所以那個才是真的是 減重的好選擇 那健康的全麥麵包 一定就難吃對不對 對 它就會吃起來很乾 硬幫幫可以當武器 可以敲外人 包這個醃漬物 也不建議對不對 醃漬物倒不是熱量的問題 它是太鹹 鹹就會腫 就比如說墨西哥辣椒 對 桿桿也是鹽的 鹹就會腫 腫久了 不是假胖 那是真胖 那是水腫的 那是虛胖有沒有 但是腫那個應該不是真胖 因為 對 會對去虛胖 那個是虛胖 因為那是暫時性的 會消回去 可是如果你腫很久的話 你的代謝就會變慢 代謝變慢 你就會變易胖體質 就真的胖 來 Amanda 好 那我看那裡面 我有一個切身之痛的 哪一個 蘇打餅乾 會嗎 蘇打餅乾 我有時候晚上真的肚子餓 想說再吃會胖 我就吃這個想說 對 我就是這樣想 所以我之前拍戲的時候 就沒有時間吃便當的時候 我就也是準備這一盒蘇打餅乾 因為蘇打餅乾 人家都說是減重啊 什麼的 因為有蘇打兩個字啊 對啊 感覺可以輕油膩啊 對 對 而且也健康 然後她這一盒很刷水嘛 對 然後我就吃了一半了之後 旁邊有一個女演員 看到我在吃這個 她整個大尖叫 像看鬼一樣 你怎麼敢吃這個 我說這怎麼了嗎 這不是 這不是可以讓我 就是可以稍微衝擊 然後又可以保持身體態嗎 對啊 她說你往後看那個成分 那個熱量 30克 就150大卡 半碗飯 半碗飯 我整個嚇到耶 然後我這樣 不知不覺整個吃半包耶 其實30克就是那種 隨手包 一小包 就是30克 就大概五六片那種嗎 不到 大概三四片 隨手包 而且後來我看她的那個 鈉含量 妳不要那麼輕量好不好 妳手上還打在那裡 還在吃 我跟你講 我還忍不住想吃 而且她鈉含量超高的 所以我猜得一定有上榜 因為我本身切身菇 我了解 因為我懷孕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為了要想要維持體態 因為我第一胎胖了 四十公斤 第三胎的時候我想說 我要維持一下 因為年紀已經大了 然後我就每天就 你知道 一口接著一口 而且我那時候還特別選了 上面不要加什麼海苔油蔥 就是單純的 單純的 鹽味的那一種 然後還比較小片 對 我就每天 一到兩包 你說長條形的那一種嗎 就是那透明包裝的那一種 對啊 我每天就這樣 對啊 我想說我不吃白飯了 我就吃這個 然後吃一點青菜 就這樣子就好了 結果去照小朋友 照超音波體重的時候 好 超重 不只胖到我 小孩子超重 對 然後要生的前三天 然後去照的時候 醫生就說 你不能四十週才生 你三十八週就要先催生 我說為什麼 因為小孩子已經被營養到 三千七百克了 真的 結果你知道我要生的那一天 你知道小孩子 我又每天又這樣一到兩包 我小孩生出來是 就短短的 他生出來之後 手裡面有拿蘇打餅乾嗎 這樣很可怕 所以我也覺得那一定有上榜 這很顛覆耶 對啊 但是就算有上榜 應該也不會 比這個錢金寶厲害 你看這個 這麼厚實的東西 這麼大份 搞不好我們都猜錯了 搞不好他根本就沒上榜 沒上榜最好了 等一下我們就把這盤吃了 好 有沒有上榜呢 如果有的話 他會吃第幾名呢 來 我們請營養師公布答案 有 好 大概第五名吧 第二名 真的嗎 第二名 你太誇張了 因為你剛剛 你現在手是不是油油的 油油 真的油油耶 對 吃完之後都會油油的 對 就是因為蘇打餅乾的油加很多 而且他是加不好的油 奶油跟棕櫚油 油奶油 妳怎麼知道他一定要加那些不好的油 因為他只是 因為他本來就是麵粉 麵粉就沒什麼味道 所以好油就 那個炸不出這樣的感覺 他就不會那麼有那種 油蔥的那種香 那上面如果有寫全麥蘇打餅都可以吃吧 那他還是有加油 那我用熱水就是燙燙一下 把那個油 那我直接 那我直接吃 用一湯匙搖蘇打粉來吃這樣可以嗎 那你可能會那個 脹氣 脹氣有怕 自製那個氣泡味 OK 所以妹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見證 我當然是想要選一個 我人生經驗 看起來無害 看起來很健康 但我越吃就是 花椰菜米 就這個 對 因為他感覺是菜對不對 健康的 他很健康嗎 減肥就是要吃這個 我的心態跟你們一模一樣 我當時好像是 他就是花椰菜喔 對 他就是菜 他是熟的嗎 我告訴你 他就是熟的嗎 他不是熟的 他不是熟的 你吃看看 我不要已經很熟 不是熟的 對不起你 這個怎麼樣都不可能會變胖 好 我想我的故事 因為那時候我在拍戲是拍那個 古裝年代戲 然後那個時候呢 大陸有很多演員都很瘦 那時候跟謝祖武小五哥拍 他說你真的太胖了 你要剪下來 我就下定決心 我看到他們每一個女演員 吃東西都吃黃瓜 吃黃瓜 吃菜 我想說好 我就 我想說我要開始吃黃瓜 我還訂錯了 訂到籽你知道嗎 是不是100顆黃瓜 是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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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瓜籽當什麼樣子 我還沒見過黃瓜籽 我超生氣的什麼鬼 就是裡面的鬼 關鍵是 因為我一直吃黃瓜 有點膩 我就覺得 假裝炒個炒飯 用這個來去炒 放一點辣椒 放一點什麼 我大概有兩個月只吃黃瓜 跟這個花椰菜米 我想說我沒有體重計 我覺得我一定骨瘦如柴 瘦到不行 好 我要回去回台灣了 我媽來接我 我就在前面 這樣子 這樣子 我媽就 就看穿我 然後我說 我到前面 媽媽妳不認不得妳的女兒 我說 我有種 我說我可能水腫吧 本來要骨瘦如柴 結果我變成骨背熊樣 我說不可能 媽媽我不可能胖 可能是上飛機水腫 因為我 這兩個月我只吃菜 我不可能胖 我一上體重 為什麼 妳是不是花椰菜米配酒盒 沒有 沒有 因為有的時候會沾一點 可能有一些什麼東西降 但是胖很多 所以我覺得說不定 它就是一個地雷 不可能 快到花椰菜米去了 花椰菜米感覺很健康 因為我摘下來 就是靠花椰菜米瘦 它感覺就是健康食 妳一定有什麼東西 沒有講出來 對 不知道 好像有時候壓力大的時候 就是會吃一些炸雞 所以可能咖哩配花椰菜米 對啊 因為我有醬料 花椰菜米上面淋起司醬 對 沒有 我就只有放一些 比方老乾嗎 花椰菜米配前淋房 花椰菜米配蘇打餅乾 對不對 沒有 沒有 花椰菜米在我們 越減越肥的排行榜裡面 有沒有進榜呢 來 營養師公佈答案 有進榜嗎 不要誤會她 沒有 對啊 對 妳一定會這麼做 妳體質的問題 剛剛宇潔講的重點是 她沒有吃澱粉 花椰菜米是蔬菜 把它當成妳的主食來源 對 但是我們說一句話 她不吃澱粉錯了嗎 錯 算了 太錯了 配蘇打餅 不行 配蘇打餅 我就油太多 不要冷靜 好 我們說油脂是燃燒在澱粉的灰燼當中 什麼意思 就是妳不吃澱粉的話 妳就沒有辦法代謝油脂 油脂沒辦法被分解 就是妳澱粉分解完 有某一個產物 會幫助油脂做分解 妳吃米啊 麵包 這是澱粉對不對 在胃裡面被分解對不對 分解下來一定會有一些那個 渣渣嗎 渣渣嘛 一些灰燼嘛 這些灰燼 它不是沒用啊 它是要拿來分解油脂的 沒錯 你聽懂啊 我聽懂 我剛剛講回錯了 沒錯 沒錯 不吃澱粉 超級容易胖 而且這段瘦也很容易負胖對不對 對 就是妳沒有辦法分解油脂 再來是妳沒有飽足感 所以妳就會想要一直吃一吃 嘴殘吃一些別的 感覺不是那麼熱量的東西 對 然後就覺得太清醒 看到自己胖又不行 所以就喝了酒 對 所以我才說 宇婕一定有隱瞞什麼事情 因為妳沒有吃澱粉 妳沒有飽足感 那可能妳做夢也是摸摸摸 然後拿那個蘇打餅 我覺得可能是 的確我有沾醬 就我當做炒飯 我可能 人家美酒都是用灑一點點 它都是這樣 我可能是這樣 老乾媽兩食有沒有 老乾媽很燙 那吃這個呢 確實是可以瘦身的嗎 對 它本身是熱量是低的 對 健康的 那是不是裡面把它放一些 真的米就好一點了 可以 可以 可以放一些糙米 但就是不要一整天都完全沒有澱粉 OK 我跟你講這裡面呢 我對那個 綠豆冬粉感到害怕 怎麼可能 我之前有一陣子減肥的時候 大家都想說 透明的冬粉吃起來是健康的 好 我還自己煮 加了一些雞胸肉片 蔬菜 但是每天吃這樣很無聊 然後我想說 我要促進我的腸胃 所以我加了一點泡菜 結果就是 你知道加了泡菜 好好吃喔 然後我就這樣吃一個禮拜 然後想說 天啊 我體重怎麼 200克 200克 妳應該也是有配酒吧 有 抓到 你吃料理要配那個韓國燒酒嗎 對啊 就是半個月這樣下去了 怎麼都沒有瘦 然後我就想說 是不是綠豆冬粉 綠豆冬粉也是會發胖的東西 但妳剛剛說妳是煮火鍋是不是 煮泡菜 煮泡菜 泡菜 不會是火鍋跟泡菜的問題 對 因為妳知道 我之前也是聽女藝人說 吃火鍋減肥 然後我想說 怎麼那麼好的方法 那我就也是吃 就也是 這一陣子本來更胖 然後後來才知道原來是 吃火鍋減肥是不能沾醬的 不能 對 然後那個胖就胖那些 什麼沙茶醬 然後那個胡麻醬什麼的 他有那個湯底 對 聽Amanda整個講一下 妳到底 妳到底有沒有吃對東西 沒有 我就是 營養師來公布 她到底有沒有在我們 越減越肥的排行榜裡面呢 答案是 沒有喔 怎麼說 它真的是熱量低的 重點在於 泡菜鍋出事了 因為冬粉 它加在火鍋裡面 有些人會加麻辣鍋 因為它會吸飽 所有湯汁裡面的鹽 它跟水汁一樣 它專吸的 對 它會吸飽吸滿 變成胖胖的 所以呢 你就會把湯裡面 你本來不喝湯 但是呢 你冬粉裡面幫你吸飽湯 對 無形當中你的熱量就太多 對 它本身沒問題 可以啦 它可以吃 所以我們如果把冬粉 改成蒟蒻麵就可以 也可以 或者是冬粉其實也可以吃 但你就是放在 譬如說 海鮮鍋裡面 好無趣喔 好無趣喔 你們到底要是好吃還是 還是要吃好吃 對啦 剩到瘦就是拿來 泡熱開水就好了 好無趣喔 難料喔 好 來 我覺得我嚴重懷疑 那個燕麥丸 這一個 對 燕麥丸 然後我大學的時候 那就很流行嘛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有一點 小小的胖了 我就想說好 不行 那我要開始來 就是維持我的體態 我就想說燕麥丸就很健康 然後又可以加很多水果 藍莓 蔓越莓乾 都是很健康的東西 所以呢 我就自己呢 每一天就是泡牛奶 或者是泡無糖豆漿 然後放到隔天呢 再把它拿出來吃 可是因為有的時候呢 早上起床 還是會想要吃一些熱熱的食物嘛 所以呢 我把燕麥丸 變成早餐跟午餐中間的一個小甜點 可是因為我那時候有想說 它小小碗的 不會很多熱量 然後呢 我吃完之後 搞不好午餐又可以吃少一點 我就很放心的這樣吃 我就吃了一個學期 結果 妳以前是這樣 我真的有胖嗎 妳胖到妳的午餐又變了耶 沒有 重點真的是這樣子 臉是麵包超人的耶 Oh no 算了 我不好意思說妳 我先不要說妳話 而且妳以前都胖個衣服 還穿那麼重 對 我那時候整個臉跟我媽 我媽八十幾公斤 然後我的臉跟我媽一樣大 而且我那時候是有搭配健身喔 然後還胖到五十七公斤 我後來就想說算了 我不吃了 結果我這樣不吃 然後再搭配健身下來 妳就瘦到四十七公斤 我直接撿了十公斤 超扯的 應該元凶就是她沒錯 我覺得是她 因為她上面很多醬料 還有配料 這其實有點危險 到底她會不會在我們的排行榜裡面 先說會不會在排行榜裡面 然後我們再來猜她會是第幾名 好 她會在排行榜裡面嗎 對 對 她一定就是第五名了吧 對 感覺很無害耶 對啊 感覺很好 她還是健康的我覺得 所以她是第幾名了 不好意思 我不相信 第一名 妳看 真的超快 妳像剛剛智希說的 她那個一碗上面的料超多 她底通常會是優格 那優格上面在鋪水果 在鋪堅果 看起來好好吃 看起來很健康 超好吃的 妳看她的五彩平衡 滿滿的醬料 我都吃這個了 而且妳知道這以風水來講 五行都有 什麼顏色都有 對啊 我剛剛大概試了一下 那一碗 妳全部吃掉 大概 600大卡 對 就是一個排骨便當的熱量 但是如果一天吃這個600 OK吧 可以 如果一整天吃可以 對啊 而且 一天吃兩餐也OK 就什麼都不要吃 吃兩餐 纖維不夠 蔬菜不夠 對 而且像剛剛林可的方法 它是拿來當點心 所以點心的話 因為它有吃別的東西 對 就是額外增加熱量 它等於額外再補充熱量 然後你還泡了豆漿 對啊 而且它還那個避重就輕 因為它還配酒 其實它上面還有放三片蘇打餅 燕麥很健康 但是燕麥要吃原片的 大家看它那個燕麥碗 它其實它的燕麥是那種 黏在一起的 我想看 它有加糖蜜 把它黏在一起 妳等一下就有機會 因為我們比賽規則是 猜出人要吃十碗這個 這個糖 好想吃喔 這個燕麥片 它是有加糖蜜 把它黏在一起 所以它不是單純的一片一片的 對 所以它就是有加工 所以加蜂蜜什麼 把它黏在一起 所以熱量更高 我想吃一口 不要吃 趕快吃 一口還好 一口就六卡而已 我跟你講 真的想瘦身的人 一卡都嫌多 營養師的說法 真的是滿顛覆的 所以不要再相信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對 是藥麥是蘇打餅乾 吃什麼 這現在都是老人吃的 對 專家的不信 壓什麼三高之類的 那要信長輩的 長輩的話能聽 對不對 怎麼樣 我喜歡他們一開始 就直接炸出來 那種 我們台灣需要一個 女子樂團的掌聲小巨蛋 假雙聽就好了啦 好 有一些沒上榜的 大家應該也好奇說 對啊 青春名跟第五名 這些食物當中的什麼食物 我們也揭曉它最輕 營養師 告訴我們原因 這個 果乾 這個超可以的 對 然後還有什麼可以 其他看起來都很 這個應該不會有事吧 古物棒 對 我覺得 古物棒也滿可疑的 這個如果還會肥 世界上還有什麼東西 不會肥 可是每次咖啡在這邊 不覺得也很可疑 每次咖啡就是拿來減肥的啊 所以它為什麼在這裡 它就是要小腫啊 它就是 因為它要臭板這一桌啊 牛奶 牛奶 牛奶我覺得可以 牛奶 對 它第一次 牛奶 來 我們先來揭曉看 第四個是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呢 水果乾 答對 真的 因為有些果乾上面都會灑 沒錯 應該對果本身沒問題 是上面灑什麼東西是問題 應該說 有些是額外在灑糖 有些是在製作過程 它就會加大量的糖去醃 把它的水滴出來 對 所以等於就是你 就是水果的糖 加上額外加的糖 好好吃喔 所以它等於就是 蚊 蚊 對啊 它等於就是濃縮的熱量 你可能沒有辦法吃下 三顆蘋果 但是你可以吃下 一整包的蘋果乾 對啊 因為它沒有水了 你就會吃了很多 果乾就是它的 纖維跟礦物質還留著 但是它的 所以不要把它當成你的水果來源 你還是要吃新鮮的水果 OK 它都已經變成乾了 結果還不能瘦身 真的是妙對不對 對 它就滿神奇的 它已經這麼瘦了 這個有沒有10公克 吃下去然後還會變炕 泰國的芒果乾 一小包這樣子 就快要一碗飯 它把它收成這麼乾 對 可是它的糖分是沒有變少的 對 所以才會生氣 因為有時候我們都會算說 這個重量應該蠻輕的 推下去應該還好吧 結果沒有 第五名來 我猜應該是穀物棒之類的 什麼 什麼 沒有別的 會不會是 美式 美式 對 美式 什麼 沒有 這每天有多可能 妳是美式咖啡有加糖對不對 沒有 無糖的 已經有 我不相信 為什麼 無糖的也會出事 先說 來 先說什麼 喝過量才會變胖 還好 跟喝酒一樣 對 那先定義一下 什麼叫做過量 對 我們說 一般每天的那個咖啡因的 建議攝取量是300毫克 就是大杯的每次 或大杯的拿鐵 一杯就大概是300毫克 可是現在大家可能就是 早上一杯 下午一杯 晚上再一杯 對 就是你咖啡因過量 你吃其他 比如說可樂 或是一些巧克力 裡面也有咖啡因 整體來過量之後呢 它就有點像是 放養的小孩 因為咖啡因在我們身體裡面 它會 會讓你的腎上腺素提升 一般來說是幫你就是應付你 可能比較疲勞 你喝的咖啡會疏解 但是如果你很常這樣子 就會變成我們 消防警報太常演練 一直放警報 憑於尊命 幾次以後就不信了 對 所以就是叫做 對 這個情況呢 你就會讓你的 因為身體就會懶了 它就反正這個咖啡因進來 反正應該還會再補一點來吧 它就懶了也不想動 所以它不動了 再喝 警報就想了 好難喔… 對 所以就慢慢 尤其容易胖肚子 難怪 早上康復我們還喝黑咖啡 然後就想說不要胖 喝茶也喝無糖的 結果裡面都是含咖啡因 對 然後就越喝越不胖 那早知道我們 喝有糖的不就好 也是不要這麼偏皮 你不要那麼極端 無糖都不能適量喝 你的生命當中 就是領個100這樣 對啊 要都不要這兩種 沒有就是一點點 這些階段有兩位答錯的 對 就是語捷跟妹對不對 那這樣好了 我推薦一個 真正任何人都一致公認 真的嗎 那就是苦中之苦的 苦茶 它可以強健你的心靈 天佑 來 請上苦茶 方單位 就在這裡 來… 這苦茶真的要刷掉嗎 冷靜一點 來… 語捷 語捷 那妳來這邊喝 妳媽媽乾杯 妳來這邊喝方便拍攝 這種… 我們倆TWISE都穿一樣 對啊 真的 來 慢慢品嘗 等一下 不是慢慢… 她… 幹嘛 妳怎麼會這樣啦 妳怎麼會變青蛙 她很健康… 她很健康 真的很苦嗎 整杯喔… 因為這是網易老師特調的 喝完耶 這是真的苦茶嗎 真的啊 要夠苦才能苦茶 她比我的蜜還苦耶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這碗喝完的等一下再一杯喔 來 四秒鐘喝完 這碗都沒喝完再續杯 來 十 九 八 我要哭了啦 我覺得我… 我可能懷孕了 我想吐了 來 要給她衛生 來… 來… 這個苦茶好難得 妳吐在牛奶裡面好了 對… 骨幹… 我要吃一下骨幹 骨幹… 對… 對… 妳要不要配一下服務棒 等一下… 要不要這樣 Question 2 怎麼講啊 沒想要這樣做也會變胖 剛剛是吃 現在是做喔 來 來 想不到了吧 怎麼樣 就是因為我這樣 我一個人住嘛 所以我吃飯的話 我一個人住什麼事 對… 對… 她一個人住應該是很淒涼 對… 這樣都會笑出來 妳怎麼會笑出來 看到她就很想笑 好過分喔 好笑喔 所以我就是會很方便 就是煮一大碗 就自己吃 或是買回來 然後就放一個大盤子 這樣直接吃 就會有一次我跟我朋友 去吃那個buffet 我也是 是裝一大盤 這也好笑 沒有 因為妳說什麼樣的笑點 因為她要吃buffet就不行 對… 我覺得很奇怪 誰 我就說她 對 但是我朋友說 問題不是buffet 問題是 我用那個大盤子裝 是不對的 為什麼 因為就是buffet buffet就讓妳吃到飽 妳就是要用小盤子 也是要飽 不是 可是在家也不行 用大盤子 為什麼 因為妳會 潛意是會告訴自己 妳吃得完 然後妳用大盤子裝 妳會不知道自己吃了什麼東西 所以就 不知不覺當中 妳就會吃過多 我跟妳相反 我以前小時候在印尼 我們吃飯就是盤子 所以裝真的比較多 但是我發現到台灣之後 我越吃越胖 因為碗很小 我的歧視 我吃好少好少 然後碗就是碗個東西 就是 就是碗一碗 沒兩顆就碗了 對 然後我就 我到底吃幾碗飯 我真的很難去想 因為我只是 放十分之一吃完 再放十分之一 再放十分之一 我已經不記得是 到底是幾碗了 所以我寧願一個盤子 我知道它是一盤飯 菜…一次吃完 妳量是反倒是比較好 因為這樣子菜 我會一直夾… 我可能吃就胃過了 所以我們哪一個是對的 對 我那方式的問題是人的問題 妳要怎麼吃 都不對 我們解惑一下 是盤子的問題嗎 對嗎 還是 是盤子裝個多滿的問題 因為 第一個 Buffet你一定會想要吃回粉 所以你就會塞 然後塞到一桌塞 有 攀念也會使人燙對不對 大腦有一個原始設定 叫做 所以當你方便吃 你把費拿一整盤 你就坐著可以一直吃… 你就不用再去拿續盤 所以你就會一直吃… 把它默默的整盤滿出來的 你就會吃光光 但如果你拿一點點… 然後你要再吃下一盤 你用它起身去運動一下 繞一圈再拿 你就覺得好懶喔 算了 那不要拿好了 宇潔的狀況 它就是有固定量 對 如果大盤 雖然你用盤子裝 但是你有固定好量 那這樣子就比較沒有問題 了解 所以跟我們使用什麼工具 來裝成這些食物 也是有關聯 對不對 你用碗工 那你能裝什麼 燴飯 咖哩飯 那種 那也是很肥 因為 然後也是一樣很方便咬 你不用剝殼 不用切 你就直接這樣一口… 而且你用湯匙這樣挖 你就會不知不覺這樣挖… 就結束了 因為筷子比較難夾 你就會吃得少 湯匙給你喔 同樣是炒飯喔 哇 哇 哇 就這樣 你那是用湯燒 哇 湯燒耶 OK 來 我的話就是因為我很懶嘛 然後我就想說 我早上一起床 你看 早上起床 如果步驟是刷牙 吃早餐 然後吃完早餐 你為了要出門要漂亮 然後你還要再去刷一次牙 我就覺得這個過程就是有點 沒有那麼有效率 所以我就會呢 就是直接起床 然後吃早餐 然後吃完早餐之後呢 再一起刷牙 一直都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直到呢 我就是看到了一篇報道 然後他就說 如果是沒有刷牙吃早餐的話 好像會容易變胖 會養成易胖體質 可是因為我又一直以來 都是這個習慣 我就改不過來了 結果呢 我們啦啦隊會一直跳舞嘛 但是照理來講 一直跳舞 應該會瘦才對 是啊 我都一直沒有變瘦耶 後來我就想說 那我就來試試看 早上就是先刷牙 再吃早餐好了 結果我就這樣子 有一點點一點點 慢慢變瘦 可能零點幾零點幾 這樣子慢慢變瘦 那感覺是無關吧 那外國人都先吃飯後刷牙 我之前還有說 起床之後先喝一杯水啊 就把那些細菌都吞下去 真的是因為 把細菌吞下去 志祺講對了 你知道我們睡覺 可能六到八小時 那我們牙口腔裡面是有 我們說 所以呢 它就是開心的生長了 六到八小時 然後就長了滿滿的量 那你早上起來沒有把它刷掉 你就直接 喝水啊 或是吃東西 你就把它吞到肚子裡 那這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它就會影響到我們本來 腸道裡面的 腸道菌的平衡 所以你的 那你就會 九二九十就會變胖 提供大家如果想要減肥的話 一個小方法 就是呢 吃完東西就去漱口刷牙 讓你嘴巴裡不要有 食物的味道 讓你嘴巴裡面 沒有食物味道的時候 你就不會一直想要再吃東西 唉唷 這有 味道越會想吃 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會 那種 孫子回味的感覺 好像可以再吃點鹹的 再吃點甜的好了 如果用酒來壓那個味道 酒喝下去之後就覺得 好嗎 吃一點 還要喝酒 那些啥子 都配一點都吃 對啊 花生什麼肉皮 喝酒是真的會胖嗎 喝酒超胖的 還是看什麼酒 還是看什麼酒 我們先不管大家的酒量 我們一樣100ml的酒 啤酒其實是熱量最低的 啤酒大概是50大卡 啤酒滿有貝金 等一下要說100ml而已 100ml 像我們 怎麼100ml 不能一手 太多 可是如果你是烈酒 40%以上 譬如說巴嘎 或是高粱 威士忌 100ml 對 自胖的原因 其實酒佔很大的因素 對 非常大 加上因為酒一喝 東西吃了就有多 對 酒就是液體麵包 很多人都是借酒 會開始變瘦 那如果喝到就是 吐 會被瘦 對不對 對啊 是不是 可是在吐之前 你先吸收了 除非你 那就同時喝同時吐 喝很快 沒有 沒有 我一個酒杯 一個酒杯 一個空杯 喝下去 乾杯 喝 你姓 這很快 可以試看看 像我的問題就是 我很怕黑 我很怕沒有聲音 所以晚上我一定會開 然後開電視 而且我睡覺 我這樣已經變成一個習慣 然後我一定要放六人行 就是美國那個Friends影集 我才能睡覺 而且一放了 我大概20分鐘 我就 就睡著了 我早上起來是胃口很好 我不知道 這個是正不正常 我一起來呢 我就 起來我趕快去廚房 趕快就可能有的時候 會煎牛排 煎三顆蛋 就這樣子吃 然後我早上就很餓 但我男朋友都比較 不會吃東西 他就是好像中午後才會吃飯 然後我才發現 我看了那個報導說 如果有燈光 你的身體是沒有辦法 真正的休息 所以他晚上就好像 你身體沒有百分之百休息 就有一點累 所以 然後胃口就越吃越大 然後我才發現原來 是因為那個燈 所以我在就可能 像我男朋友是用眼罩 是不是因為那個眼罩就有差 對 那聲音可以嗎 主要是光線 所以你用眼罩 這眼罩就好 只要你把眼皮遮住 就算你開著燈 也比較不會受到那個光線影響 我們眼睛閉著比較看不到 但是你眼皮其實還是會接受 皮膚是接受的器官 對 我如果 為什麼 為什麼 你看大聯盟是不是 大聯盟 大聯盟是塗他眼睛上 睡覺之前 睡覺之前沒有那麼麻煩 我們就關燈就可以 對 關燈大眼睛 對 因為像雨潔開著燈的話 我們身體沒有辦法 真的進入休息的原因 是因為 退黑激素沒有辦法分 這個是有研究 對 這是有 就是美國的醫學會 有做過研究的 那退黑激素沒有辦法分明的時候 你就會一直睡得很淺 沒有進入深層睡眠 代謝就會變慢 然後 就會有點像是你熬夜 睡不夠或睡不好的情況 所以你起來就會食慾大增 之前就有說 減肥最好的方法就是睡覺 對 我說一天要睡滿9個小時 那太久了 好久喔 你越睡越久 你就是會越瘦 睡覺是很好的 真的假的 對 睡覺 來 管不住嘴 又想保持好體態 大家有什麼絕招 來 講到絕招的部分 雨潔 你有什麼絕招 我來囉 你確定要聽他們的絕招嗎 我來囉 會不會 是請鬼拿藥湯 對呀 以前很流行呼拉圈 你知道喔 也要呼拉圈 然後好像40分鐘就可以瘦 但你知道我養狗 我的狗又一直很黏我 我呼拉圈很容易打到牠 所以我有一天就看到網路上有這個 你看吧 你又聽嗎 破牠 對呀 我跟妳講 牠真的很好用 我倒給妳試試看 對 妳可以講牠 牠需要鼓掌聲 牠才咬著牠 來 掌聲鼓勵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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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但是牠可以 憲哥試試看好了 好像反過來更好晃 妳的肚子放不進去嗎 對啊 對 我跟妳講 妳試試看反過來看看 你快不進來嗎 對 好 現在問題是 水波 那怎麼辦 那就抱歉了 對不對 憲哥妳來試試看 我媽 我試試看 你可以把它弄小一個好了 來 3 2 1 來 動起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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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 牠會瘦耶 因為妳 要動成這樣子 我沒咬 不是 要動成這樣子 不好意思 白忙一場 白忙一場 所以我們在那邊是神經病 不用這麼辛苦 真的假的 因為主要 妳看很串 剛剛扭的時候 妳主要是動下肢 妳是動屁股跟妳的下肢 去穩定這個胡拉圈 所以妳的腰 沒有在做事 這樣 如果 沒有辦法收腰 因為肚子吸進去 夾緊屁股搖耶 可是妳看到我們 要練核心的動作 譬如說妳撐平板 對 妳的腰是有在起力的 或是妳做捲腹 對 妳的腰是有在收縮放鬆 收縮放鬆 而且還可以做比較多下 那個大概 撐不了 因為她畢竟就累了 所以想要靠胡拉圈來 受腰是不可能的事 就是 如果妳要受腰的話 是要做全身性的有氧運動 比如說跑步啊 游泳啊 跳繩啊 可以 可以 其實要慢慢的讓她一個軌道 但她其實 我覺得有用到 有用到力耶 這樣 有 有 其實妳要自己不動 她有一個力量的那個 甩出去的那個力量 我覺得是累的耶 是累的 會喘 沒有辦法送到腰 對 可能送到別的地方 要送到腰 其實是練腿 其實是練腿 對啊 其實是練腰穩定 算了 因為我們也時間有限 對 算了啦 這是我們關係都很難 申請 Amanda 好 那我介紹一個不麻煩的 這是我在網路上看到的 我看到這個時候 我覺得很荒謬 但還真有效 什麼方法呢 戴藍色眼鏡 這個感覺 真的很荒謬對不對 但是真的有效 而且它是日本還有節目 特別用這個方式來瘦身的 原理是什麼 原理就是問得很好 就是你戴了這個藍色鏡片 會怎樣 所以你看到那些食物 所以 請問一下 你看到你現在看我是醜的 不是啦 因為它是藍色 然後所以你看那些 綠色的菜 紅色菜 都會變醜醜顏色 那個炸雞變藍色 噁心 對 湯片變藍色 看起來就滿好 沒錯 它就用那種方法來降低你的食慾 然後就真的會讓你覺得 東西看起來都沒有那麼好吃 你就會吃得比較少 慢慢的就會 一般人怕吃茄子你知道嗎 茄子就是藍藍的 對 所以你戴上去 你看什麼有茄子 對 真的 所以真的是 真的是有效的 真的有效 你幹嘛 你也是 不用什麼胡拉圈搖那麼久 真的 不要擺盪 因為你看藍色 看到藍色的食物 會讓我們的腸道裡面 分泌有一個叫做 血清素 血清素就會讓你感覺比較 比較冷靜一點 就會食慾見 比較能夠控制 對 再來是我們看 吃東西要色香味俱全 確實戴藍色眼鏡 你看到食物應該是黑黑的 一坨的樣子 對 所以你就會不想吃 因為它看起來不好吃 照妳這個理論 哪有就戴黃色的 黃色 看起來 什麼都變大便 戴粉紅色的東西 粉紅色的看起來也 食慾看起來也怪怪的 但不過這可以用在餐盤的顏色 就是像黃色 紅色 白色 都會讓你食慾增加 因為看起來變好看 但如果妳用藍色的盤子 或一些冷色的 咖啡色 對 灰色 咖啡色 這會看起來 好像暗淡無味的感覺 沒想到被妳 真的 對 妳比她聰明 真的 妳終於 做對一件事 很累 不是 對啊 比那個呼拉圈實用多了 是不是 那如果用這個呼拉圈 可能更有效 有沒有 沒有 那約會的時候不能帶這個呢 我會把妳男朋友怎麼看 怎麼醜 她應該是限食物啦 人應該還好 對啦 看食物啦 食物 那我有一個方法 可以推薦給大家 叫做負重減肥法 因為她是從美國流行到台灣 然後現在已經變成是 全球十大運動之一 非常的簡單 就是妳一個禮拜 大概花三四天 然後背 妳的體重的三分之一 或四分之一 比如說我四十八五十 我就背大概十公斤這樣 十公斤 十公斤 小心 然後背在背後嗎 就這樣背著 然後妳就出去走路 妳走看看來 走一個小時 好 妳走 妳走看看 妳很愚蠢 妳現在什麼 幹嘛 就會瘦 那也要穿高跟鞋嗎 好重喔 為什麼要妳的帶走路 是正常走就好 還是要快走還是 正常走就好 因為我跟妳講 妳為了要維持平衡 其實妳的核心就會出力 妳的腳整個都會出力 我覺得剛背 不可能正常走 這麼重的情況下會駝背 沒有 我很挺 這樣子 很用力 對 全身都要出力 用力 這個不是小學生 現在每天長這麼多人 這個真的是從美國旅行過來的嗎 這個沒有用耶 妳這樣子一個月 妳就可以瘦大概三公斤 還是這一次長輩文 對 有沒有 但妳要挺直喔 好輕盈喔 有感覺嗎 有感覺很緊的那種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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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認為這是有效的 但妳要四分之一 所以妳大概要二十公斤 所以我這麼輕盈 是因為這個還不夠重 對啊 不夠重 這個是OK的啦 好啦 它真的是OK的 這就不會 讓妳的肩膀駝背嗎 所以重點就是 對 妳的上身要後肩 要穩定 而且它在背的時候 你走啊 會有點往下蹲 往下蹲 所以有點像是 邊走邊做深蹲的感覺 對 妳會訓練到妳的下肢肌群 然後他們 一開始原始的做法是 背著然後會拿東西 對 所以妳會順便練握力 今天真的學到很多 對啊 吃東西很重要啦 沒錯 那要吃的健康 真的是一門大學問 而且像大家就是管不住嘴啊 所以要小心吃 才會有好身材 謝謝我們今天跟我們分享 各種看似變胖的朋友們 謝謝大家 希望以後大家就可以 開心吃開心瘦來 OK 謝謝大家 歡迎收看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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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來錄節目 都會有精神百備 對 因為最近呢 對 每日每夜 來這裡算度假 來這邊跟你一下充電 女生都希望男生是暖男 對啊 你是嗎 但男生呢 我就摩羯座的人啊 我就不特別會去做那些事 有時候硬要學人家做 也會出包就是了 我也是真的很認真的 我們吃麻辣鍋 拉個椅子對不對 對 拉過頭 我老婆坐他去 不要 他會覺得你在整他 對啊 所以有些行為 就不是那麼適合我們 搶應該是超級暖男吧 他算是暖男啦 他會開車接送我 這個還滿貼心 你幹嘛這個臉 這很貼心耶 這很貼心耶 稀疏平常的事 對啊 這是剛好的事情而已啊 但我拍戲是不管多早喔 早上六點 五點他都載我耶 然後晚上下班 一定會馬上就在外面等 如果是常態性固定的這樣 就覺得很暖 很暖耶 所以這就是我不學開車的原因 OK 我們今天有幾位呢 要來嫌棄男人的暖男生 對 來 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 冰之女王 宇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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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的咪咪 嗨 我們這邊是暖男沒錯 但是前面有兩個字 白目 白目 有嗎 白目暖男 周承翰 白目暖男 目失敗 幹嘛講 不要白目 我覺得要稍微講一下 這白目不一定是說我們白目 有時候我們是白目 那個眼睛已經翻翻到不知道去哪裡 所以你覺得女生沒有 就珍惜你們的體貼 不懂我們的好在哪裡 所以會有這種白目 OK 等一下要來聽就知道了 我們來幫他判斷一下 OK 來 第一題 男人哪些體貼行為 讓你覺得超NG 這個我先講一下 我的男朋友很體貼 會幫忙做一些家室 真的 剛開始其實他不會做家室 我個人覺得是 就我教他教得好 對 教得好 那時候拍八點檔 真的沒日沒夜 所以我很多家室 就是我沒辦法做了 他開始變貼心 就會幫我 有時候煮早餐 然後還會洗碗 然後什麼 對 這很棒 真的很棒 然後我就太貼心了 可是到後面我會覺得 有一點走偏了 就比方說朋友來家裡吃飯 我們還沒吃完 那差不多我先收碗 很像在餐廳你知道嗎 好瘦了之後呢 先幫你做整理 對 先整理 然後好了 收完之後 我們就到了 比方說到沙發要聊天 他都沒有出來 我想說他在幹嘛 他說我先洗碗 但我們就在外面 就是聊天 要一起來聊天啊 對不對 很怪 關鍵是 我明明有洗衣機 洗碗機 洗碗機 對不起 洗碗機那可以洗得更乾淨 然後更省水 然後就是我覺得 我不懂為什麼 洗碗出來了 就是逃避跟你聊天 就是他跟他的朋友 他不想坐在那裡啊 他跟他的朋友 好 那就算了 他走出來了很開心 因為中文可以跟我們聊天 他不是 他去拿吸塵器 然後在那時候在吸地 因為他覺得東西掉 那我們在聊天請問一下 那你只會去什麼 你壓力有一點大 我會覺得在感客 對 很像在感客人 對 我就覺得 就是我覺得他有一點 放錯重點 大家聽起來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不OK 不懂真實 人家都 人家是主動願意幫你做嘛 雖然感覺好像有一點點 那個叫什麼 PASSIVE AGGRESSIVE 翻成中文是 故意 翻成中文是什麼 身為老公 我有在做這些事情 愛獻給你的朋友看 對 表演給你的朋友們看 可是你如果跟朋友聊天 然後你的老婆或女朋友 在開始吸地 你不覺得造成困擾嗎 對 通常我是 在打電動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開始吸地 他就叫你不要打了 對 通常是這樣 有可能他真的不想要 看到你的朋友 他可能要他們趕快回家 OK OK 所以不懂珍惜 這個必須要怎樣 噴乾冰 為什麼會噴乾冰 每次來都會噴乾冰 有過去喔 對啊 量一下 沒有 這是很大聲啊 很可怕喔 真的假的 我以為那個 我們不斷在精進這台乾冰機 對啊 真的假的 越來越大聲音 3 2 1 3 有了 有了 他好舒服喔 很好看喔 他有受虐體質啦 對 有受虐體質 體貼過頭 有時候真的會讓人家誤會 那我國中畢業之後 就在國外念書嘛 然後我去的時候是在英國 學校就幫我們安排那種技術家庭 然後很奇怪喔 那個我住的地方它是 我幾乎都 我只有看過一次烘霸 然後幾乎都是紅媽保辦 所有的事情 人非常非常的Nice 然後因為有小孩 然後小孩很小 所以他非常有耐心 然後呢 他會幫你 煮飯 洗衣 然後 這麼好 最重要的是 他還會幫我 蛤 非常誇張 然後那個時候又是 就高中生嘛 你多少都會覺得說 是不是有什麼意思 有點壞想 對啊 然後他還不到30歲 好媽 很年輕喔 而且身材是非常好的喔 妙齡 然後你知道又是有那種 金髮油霧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會覺得說 好像是不是有特別的 什麼會發生 所以我就去問 學校其他的同學 結果我後來一問之下 每個人都舉手 沒有啊 我們好像都會燙線 怎麼會這樣 結果發現說 原來在英國那邊 大部分人都這樣子 英國啊 那有可能那邊的哄媽 他們認為這就是 標配啦 他們覺得這很正常 反而起 色心起邪念的 其實就是我 是你 張的人是你 沒有啦 年輕嘛 還正直 青春期 好 來 女人團覺得這個 這有問題啊 這有問題 有問題 你只是想要看我乾淨 可以吧 他心裡太邪念了 他真的很邪念 那時候真的還年輕 好 來...去... 都三個差二 來 3 2 1 噴 為什麼噴這麼多下 冷卻一下 冷卻一下 冷卻他那是 邪念的聲音啊 入定了 完全不會有邪念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老公的體貼方式 就是他就是 我要的東西 他就會 自己幫我升級 變貴的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 我那時候重感冒生病 然後他就問我想吃什麼 他幫我點 我說好 幫我點那個 清燉牛肉河粉 然後我就喉嚨很痛 我清燉牛肉河粉這樣 他說好 那我幫你點 等了三四十分鐘 東西送到了以後 我趕快去拿 然後就發現 一個是酸辣河粉 是我老公的 因為我們從交往到現在 他就是吃酸辣河粉 然後再看到另外一個就是 然後我就看 送錯了 老公 他送到 沒聲音了 聲音還燒嚇 還要叫老公來 老公說 沒有 送錯啊 那我的清燉牛肉河粉呢 他說沒有啊 我就幫你點了 然後我就傻眼了 他幫你升級 我說剛剛不是講好了 我說 清燉牛肉河粉 而且你的喉嚨都不舒服 對 吃這麼 這麼恐慰 他說沒有啊 你不是也很愛吃牛腩 而且牛腩還比較貴 然後牛腩的肉又比較好 比較營養 然後我說 我突然間不知道為什麼 當下 然後我就說 吃什麼紅燒牛腩 什麼 我說你根本教我這麼多年 那個時候教我 大概到結會 已經六七年了 我吃河粉 一次都沒有吃過 然後我就說 我怎麼知道 我要幫你升級耶 它還比較貴 我說這不是貴的問題 好心背雷心 我不要的東西 他說 那 我說這就是我自己點的 他說 你幹嘛給我亂點 曾經有一任女朋友 交往的時間沒有特別長 那她真的也是很體貼 然後她當時突然 那個好像看了韓劇 還怎麼樣 看了韓團 突然來勁了 很想要減肥瘦身 想要身材好起來這樣 然後她就想看著我身體 本來就一直以來 都不是特別苗條 然後她就說 不然我們一起來運動 我們要一起來吃健康餐啊 什麼什麼的 很棒 嘔嘔嘔好 她就說 我接下來每天我都幫你 叫這個健康餐盒 就是像這種的 這個什麼所謂DGI餐盒 很棒啊 血液胖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好啊 一開始配合著吃 配合著吃 然後吃著吃著 我突然就覺得 心裡很空虛 這個吃完馬上就餓了 我又吃不飽 然後同時 又沒有那種享受食物的感覺 久而久之就變成 我都會開始找一些時間空檔 找一些理由 要去吃別的 我已經沒有夠 我去倒垃圾 然後就倒垃圾 越到的時間越來越長 我就真的是下去 去外面 偷吃鹹酥雞 對 真的是趕快刻刻回家 所以這個餐盒啊 就是吃了大概 吃了兩個月 我胖了五公斤 越吃越胖 越吃越胖 對 那她當然真的一開始就是很體貼 可是我真的覺得沒有 沒有對症下藥道 對 她是為了你的健康啊 太空虛了 其實是好意的 因為你現在有她這種行為 我覺得你可以直接跟她講 你不可以又偷偷跑出去吃 這樣身體會更不好 就那個都是 那個是腦內有一個 有一個邪念 有一個邪念就告訴我說 現在好像有一個機會 可以吃一下 那就乾脆去吃 而且你這樣還是變得是 你還要撒謊 我去遛狗 根本就遛自己到處去吃 因為吃東西 其實生活中很重要 一個想法 為了健康要吃那些 難以下營的東西 她沒有難以下營 名可得三糕 身體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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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好 但是女人團顯然 不認同你的做法 對啊 為了你的健康 被你接 對 好像有下手比較重喔 我們男女友 我跟我老公相處是 在生完小孩之後 因為他生完小孩 生...結婚...結...結婚前 怎樣 生前 那是小孩姐 誰是小孩姐 對 很為了 很厚上天堂 很像你 沒有 那就是沒有小... 那時候還沒有小孩 他就是都是比較 就是冷漠一點 真的假的 那你還會嫁給他 是我要主動關心他的那個 後來我生完小孩後 是他會就開始變成 反過來 對 會比較注意你的就是 心情狀態 有時候男生的關心 會看到你心情 比如說我不講話 他就會開始一直說 就開始會一直想要知道 到底怎麼怎麼樣 可是有時候其實 是因為小孩 你已經顧了一整天 很累了 你不想要講話 然後他可能就會一直覺得是 你是不是憂鬱症 然後你怎麼樣 對 然後就開始 真的 一開始 他還會就是 打電話給我媽 或私訊說 那個咪咪好像又不知道怎麼樣 臉都一湊整天 爸媽媽媽就會關心女兒 就會開始想說 沒有 你現在最近是怎麼樣 我幫你講得很嚴重 對 好臉色看 好像你心情不好什麼之類 有怎麼樣嗎什麼 他說什麼你憂鬱症嗎 還什麼的 然後說沒有 產後的媽媽 會被污名化憂鬱症 是 稍微心情不好就說 你憂鬱症又犯了是不是 是 然後明明就是只是很累 或是不想講話 真的累 就讓我安靜就好 他就幫我預約 去看診耶 我想說 有事嗎 我真的就沒有怎麼樣 好的 我就覺得很煩 然後現在就是開始又 過度關心我的那個身體健康狀態 然後前陣子還問玉琳哥說 那個健檢的事情 對 過度到就是變成 叫我跟他一起去健檢 我明明也就是覺得 我都沒有怎樣 因為明明也要沒幾歲 Paul要我幫他安排 全身核磁共振 這麼嚴重 我這麼嚴重 超傻眼的 對 我知道他是關心我 可是 我就會跟他 因為你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對 就是講這種話 什麼媽媽不能生病 你知道你一生病 就是 全家就會被你拖垮 拖垮 這句話就突然傷人耶 拖垮 因為我知道他是關心 可是他講的這種話 我會覺得說 與其這樣那你不要 一直碎唸講這些事情 會讓我覺得 自己心裡有疙瘩 或是會不開心 就是你要的就只是安靜就好了 就安靜 然後做就對 或是抱抱我 或是這樣就好 如果男生真的 又是什麼都不做 他又會生氣 對 真的 那女生就是這麼複雜的動物 你說抱抱你就好 Paul也跟我抱怨啊 說抱抱 男生就是這樣嘛 不抱就沒事 後來很多事情要拍 他想要進一步 結果咪咪又起批一批 不要 我只是要抱而已 對啊 真的只是抱抱 沒有記下來 從抱抱 那男生認知的抱抱就 男生真的是 下半身思考 男生主動的關係 你們覺得OK嗎 來 這樣的體貼是OK的嗎 對 來 我們圈插牌請 舉牌 他這個有一點 壓力太大 不OK 不OK 咪咪妳覺得OK嗎 我OK啊 妳OK 你剛剛不是不OK 我是不OK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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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真的是他醫生 我覺得 關心是好的 因為我們沒有大姨媽 所以女生 通常她們 月事來的時候 我都會主動問說 妳現在怎麼樣 因為通常她第二天的時候 都會比較不舒服 對啊 都會比較不舒服 所以可能就會想說 要特別的關心她 有一天 就真的就是我出去工作前 然後我老婆就來跟我講說 我今天生理期來 我想說 對 我get到了 就是我要特別的關心妳 是 那妳要暗示 要不然的話 就應該是其他的暗示 對 然後我想應該是前面的暗示 其他的暗示 會類似什麼暗示 其他的暗示 就是指說 生理期完之後再幹嘛 現在先那個 不方便 大家先 和平共進一下 對 但我想來不是那邊 我想說好 反正就先去工作 工作完回來 那我想說 對 我要關心她 那我是不是應該 拿個雞湯回家 對啊 讓她暖一下 然後我就打電話問說 那妳要不要 我帶個雞湯回去這樣 他說不用… 我已經煮菜了 然後家裡有客人 就是她有親戚 我說好… 那都不用帶 他說都不用 好 我就回家 然後回一到家了之後就發現 都都認識的嘛 然後看到桌上 有兩瓶酒 然後一瓶已經喝完 另外一瓶也差不多了 大概一半 我想說奇怪 她不是生理師嗎 對啊 然後我想還有一半 然後我想說 就先倒在自己身邊 然後先倒完之後 然後先跟大家喝… 然後結果發現 我老婆那一瓶她喝完 然後她就開始要拿我的去喝 因為那兩瓶是白酒 那個都一定要冰才好喝嘛 是 所以那幾乎 我拿的時候都還是冰的 然後我想說 妳都已經生理起來了 妳還要喝冰的 不至少醉瘦嗎 我說妳不是生理起來嗎 然後她就說 沒有啦 反正都已經喝了嘛 都開喝了 那就把它喝完 就這樣就好 就因為她喝開了 然後還在那邊講說 妳這人真的是很掃興耶 都已經喝成這樣 我們就把它喝完嘛 好 那我就想說 那沒關係 那妳就讓妳喝 果然 隔天她就痛在那邊 就整個躺在沙發上 然後就怪說 妳怎麼不制止我 對 我要怎麼制止妳啊 都喝醉了 對啊 都已經喝 她就已經喝開了嘛 對 妳前面 妳該做的也都做 妳該關心也都關心了 但是還是會被罵 當時要強行制止啊 這杯子就灑在地上 然後會趴下去 就往上灑好了 那女生真的很複雜 因為我們也不願意 真的是我們荷爾蒙影響 我們也不想生氣啊 那個時候的她 不是真的她 真的 而且朋友又來 不好意思 男生就是要忍 對 她也是應酬 你知道有一個故事 亞當跟夏娃不是偷藏禁果嗎 然後上帝說 好 妳們偷藏禁果 我要懲罰妳 女生妳就是會有月姬 妳每個月就是會很痛 然後妳脾氣會很暴躁 男生妳的懲罰是 妳要忍受女生的脾氣 妳看了聖經是哪一本 所以男生就是要忍受啊 第一次聽到 真的 我是覺得啦 不管任何情況 關心都是好的 我就曾經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有一次病的 超級無敵嚴重 就是真的咳到快生無可戀 把肺都快咳出來了 然後當時呢 有一個就是 有一點曖昧的這個 有點校花級別的女生 因為為什麼她跟我關係好 就是因為我知道 大家都很舔狗 你知道 認識她 就一直敲她微信啊 要跟她聊 外國人嗎還是 中國女生 來自四川的長腿女生這樣 OK 大家認識她都很想追她 在音樂學校我是學霸嘛 對... 我們的關係就變得比較像 那她促修小喇叭還是 不是... 彈鋼琴... 幹嘛小喇叭跟妳的 沒有... 沒有吹咒 那你在笑什麼 那你幹嘛講個小喇叭 我們是隨便亂問而已啊 隨便猜 沒有...沒有猜錯 對... 總而言之 我們就變成了好像是 有點曖昧關係 可是同時表面上又是就是 學霸跟學霸之間的交朋友 鬥琴啊 對 鬥琴 然後那一次 那一次我就... 總而言之 我那一次感冒非常嚴重 然後她是中國的女生 她很貼心喔 她平常是很高冷很帥的女生 結果她就帶了一大堆的藥片 來拜訪我這樣 我就很開心 而且那個時候 我不是說我住在客廳嗎 我是廳長嘛 我就躺在客廳 我自己的那個床上 然後她就拿了一堆藥 來關心我這樣 然後她就長裙嘛 就是跪到我床旁邊 就是自然而然跪坐嘛 就是突然看到她 然後握著你的手 就是沒有握我的手 當然就是突然感受到那個關愛嘛 因為平常大家同學不會這麼 就是close這樣 她就給我一堆的藥 有日本的 有中國的 也有怪怪不知道哪裡來的 藥片什麼 然後我就真的乖乖地吃 很開心 吃吃吃 結果發現 而且... 然後我發現她也真的就是 把所有的東西都拿來而已 有的什麼金賞門藥片啊 那個很好用耶 對 就是各式各樣的 他也不能過期啊 對 但是就是有的有過期 然後我就覺得 有點搞笑啦 這個故事 最後我還是自己去乖乖看 變得更重 對 沒有變得嚴重 當時真的已經太嚴重 後來你剛好有在一起嗎 沒有... 就是... 這樣 憲哥也很不公平 你姐姐們那個去國外念書 給他們買房子 結果呢 你去國外念書給你睡客 睡客 我三間的房子 只是你們的 只是你睡客廳租出去 沒有 我是三個人 租一個兩人房 我睡客廳這樣 對 他的姐姐們沒人 一人一間房 對啊 那就是女的是富養 對啊 三姐是一個人住兩人房 像我覺得關心這件事情 不管怎樣都很重要 但我覺得我老公的關心 是很特別 譬如說我走路的時候 還是會走在外側啊 然後巷子比較小 可能有車子來 我老公就會說 靠裡面啊 你想被撞死啊 怎麼激動 然後比如說走樓梯啊 我說你小心耶 你背著女兒 你小心摔死啊 他喜歡把我死 擴在嘴邊 然後我吃東西 會嗆到 Baby小心 叫他死 然後你咳嗽 就好你看醫生 你想咳死啊 我這幾年一直覺得 他很Man 都在關心我 可是我一直覺得 每一死都被他講到死 然後你不對 我突然就有一天 就看著他 老公 你這個關心是 詛咒式的關心 對啊 我說你可不可以 以後這些詛咒式的關心 就是什麼死就閉起來 你就很Man的 把我拉進來就好了 或者是我嗆到 就拍拍我就好了 不要說怎麼了怎麼了 小心不要噎死啊 還沒有買保險呢 就是他很愛講一些 有的沒有的 出門逛了塗防曬 你想曬死啊 都是這樣 詛咒式的 久了就會成真 我說不可以這樣 要正能量 我也是覺得不能關心過頭 因為我男朋友 其實真的很關心我 他關心到 就是他很體貼我 他覺得他如果放假 我在拍戲 他想要陪我 他想要送我 有一次我記得 那時候因為我家裡在裝潢 所以我就住青埔 然後呢 拍戲要去宜蘭 他說哇比比你這樣太累 我開車送你去 我心裡想說 我有幾場戲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收工 他說沒關係 我就送你去 要不然你開車這樣子 也是一樣的詛咒式 你很累你不怕你睡 睡 睡著 對 然後他說我來 對 對 就是最好的手 不接受他的關係 我就會被炸死 然後我想一想 對 去宜蘭從城 真的很遠 我很怕我會睡著 我說好吧 那就他送我 然後那宜蘭呢 因為那房子都是玻璃 所以拍戲其實 他也沒辦法進去 所以他一定要離開 他說沒關係 我在附近玩 我想說也好也好 然後我一開始拍了之後 他說那寶貝你狀況如何 我現在在這個咖啡廳 我要去這個我想去的咖啡廳 好 我說我再開始化妝 沒多久說 寶貝你咖啡廳沒開 所以我可能要找別的地方 然後我就很有壓力 你知道我變化之後 我想說我什麼時候開始拍 他找不到咖啡廳 那還在找餐廳 他不會等太久 對 我會等很久 然後我就會一直催大家 他說你下一場是什麼 你換衣服了嗎 之後就開始變很激活 變盯場 然後壓力大到 有時候會變NG 反倒越拍越你知道 越久 然後他就會報告 然後散佈說 我已經去了那邊 但是因為這邊只能坐兩個小時 所以我再去別的地方 然後我就 那你幹嘛來送我 你為什麼要送我 但他覺得他好貼心 他覺得我就是想要陪你 我放假 你很辛苦 我想要陪你去 他覺得他沒有催你 他只是在報告他的行程給你 對 但是我不 不讓他陪我 又怕撞死 什麼就很難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 讓我壓力太大 就主動關心可以 但你要一直報備這樣子 我覺得 像我自己就曾經有一個經驗 就我覺得也滿受傷的 就你知道我三個姐姐 然後我從小到大就是很受到這種 女生強度的訓練 怎麼樣要當紳士 怎麼樣要當暖男 這樣子幫女生背包包 幫女生開車門這種事情 我覺得都是 基本中的基本 我覺得不做那基本上是有一點 有點殘疾了 真的假的 你說今天帶女生出去什麼的 我幫你背個包 我一點都不介意 然後有一些人會吐槽說什麼 男生背女生包Man不起來 錯 就是 背女生的包才是最Man 對 有嗎 我不行耶 你管她 管她是這種 骷髏魔包子 還是怎麼樣的 背女兒的包吧 對 就是我覺得都很帥 我覺得背女兒的包很可愛 在背女生這種小包包 對 我覺得你看 甚至我今天這樣子 比較美式穿搭 背一個這樣子的 一點都不可以 我覺得其實是滿帥的 結果有一次這個女孩子 我覺得當時就是很常說 她比較愛漂亮 她各式各樣包 然後每一個造型她都配一個 然後當時就說 我幫你背包 我逛街幫你背包 後來她突然真的有一次 就是翻臉 就說你到底想怎樣 一直破壞她的穿搭 我覺得太無辜了吧 為什麼 是她那個包跟她的衣服 是搭配的 對 她都有搭配 比如說她今天是黑的皮褲 她就要YSL 黑皮的包 什麼什麼 所以你把她的包背走了 她就少了一個穿搭 對 她如果馬坡 她就要那種菜籃包 什麼鬼的這樣 有啊 她真的有設計過 然後我就覺得 被吐槽得很難受 人家女朋友都是吐槽說 男朋友不幫杯 對 然後這個女生 同時還有一個更怪的怪癖 就是你知道幫女生開車門 對不對 護著頭 有韓劇感有沒有 對 結果我也是一直這樣做 一直這樣做 甚至說有時候下雨我也一樣 先幫你撐 還是要幫你開門 對不對 我自己覺得很帥 結果這女生有一次 也是突然就是臭臉 然後就是抱怨 就是說 為什麼每次你都要這樣子 我說哪樣子 幫你開車門不好嗎 什麼 她就說你不覺得我這樣穿 漂漂亮亮長裙短裙的 還要爬進去 很難看嗎 真的 很尷尬嗎 然後 然後我是真的沒有想到過這一點 你就先坐進去 因為她說裙子很短 對 她要爬到裡面太遠了 對 她就直接坐進去就好 那她如果開車門自己進去 然後你會生 你會不開心嗎 開車門讓她進去關 你再繞啊 你那個是管家型的 對... 這個很棒 我要跑這邊 再跑這邊那種 我以前也是幫女生開車門 也幫她負責 自己是女朋友嘛 所以一定會拍拍她的頭 對 拍拍她要怪我 就把她髮型弄亂 對 口罩也會流海吹很久 我不拍她的頭 那我也是更管家 那我流海吹很久 就拍拍都沒了 真的很無數 那因為騰傘車讓我爬進去 她唯一的理由就是 因為她的腳很長 她不想爬進去 卡到的 所以這個根本不是貼心 這是男生的自私 真的 真的 太誇張了吧 而且男生 因為她也會幫我背包包 所以她因為不喜歡背女包 所以變成是 兩用 有時候幫我老婆背 就是要隨便拿著讓晃 你要很帥氣這樣子 對 自然而然 要不然我看到有的男生 幫女朋友拿包包 也學女朋友拿著 走路也是這樣 自自然 太好啊 默默的就習慣了 對 默默的就習慣了 真的不行啦 你拿這個走看看 對啊 你看像話嗎 這樣不行 對 或是拿手還要放在這裡面 對啊 對 還滿有感覺的 像背包包啊 開車門 拉椅子這種貼心的行為 OK嗎 來 我覺得一半一半 花心子全她排來 OK嗎 一定OK嗎 背包包我自己來就好了 來 咪咪覺得是不OK 因為我就有悲慘的經驗 因為我有一次我就說 為什麼別人都會幫忙拿 因為有時候吃飯 然後我就是說 我要去上個廁所 妳幫我看一下包包 然後她就直接就 她就是很容易這樣 然後我說 她就遠遠的看 對 我說那妳可不可以 下一次就是 真的要改掉這個習慣 好 她真的有一次 她就真的有幫我拿包包 那我就上了廁所 回來我想 我女兒就說 媽媽我要拿我包 那個她包包裡面的玩具 我說好 那媽媽找 我說老公 我的包包咧 她說 她不知道了 她提了提 然後但是她可能去 中途可能去買一個 幫妳的地方 對 幫她去買個東西 或結個帳 然後她忘記 因為不是她的 她沒有那個習慣 她就忘了 然後我整個信用卡 小朋友的健保卡什麼 全部我都要變成 超麻煩的 因為那個不屬於我們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很容易忘記 而且像我覺得我老公 一百八十公分 然後我的包包那麼小 然後背在腋下又很卡 然後在這邊摩擦 摩擦 又在擠在這邊 我就是這樣很不MAN 很不行 很不搭 男生有MAN的背法 像妳剛剛那個 像妳剛剛這個 妳如果這樣提的 真的是有點 它可以拉長嗎 有點難 沒有啦 男生有男生背法 妳就台客的背法 對 對 好帥 來跟中華的那個背法 真的 看起來很有錢耶 對 對 裡面要帶十萬植物 都是現金 你感覺要去收帳 還不是收賭帳 這樣就沒了啦 這樣就沒了啦 這就是台客背法 這個可以耶 你如果這樣子 夾子有辦法 真的 夾子就比較帥一點 夾子比較帥 對… 剛剛講到那個開車門的事情 我覺得開車門是必要的 對 男生真的是有必要去開車門 因為我就有遇過 結果老婆可能要下車的時候 啪 車門就 沒有 她就沒有注意到旁邊有 邊邊有東西 女生好奇怪 很愛 所以我就真的會下車 然後幫她 小心翼翼再顧那個車 一點點刮痕了 就去汽車門了 那你們有什麼 離那麼近 那幹嘛離那麼近 是你們挺太近的 不是 挺那麼近 就是好 你真的是會來不及講說 外面有東西 然後你就直接開了 你要有習慣 像我自己偶爾做副駕的時候 不管怎麼樣 不管我 我也是小心翼翼的這樣 可是我們還是有啊 女生都是這樣 啪 真的... 因為要愛誰要自己的車 迷迷藏那個敲壞後的車 真的喔 而且因為我真的就這樣子開 然後誰知道旁邊真的有個 什麼誰知道 你先看一下 這些都是不好的習慣 然後後來我老公很生氣喔 他就直接傳了一個什麼 網路教學如何開車門 有這種事 他就傳來我 他說那個聲音 關車門還會有一個 是輕的卡 然後的聲音 然後說你以後就要用這個聲音 分配 我不能這樣甩 然後後來有一次我坐 玉琳哥的車 他竟然叫我大力的甩 因為我說 那個車門沒有關好 因為有的 歐系的車 車門很重 歐系的車 對... 這個我知道 但你可以輕輕開 沒有 稍微看一下 女生都有 有一次往開車 我老婆坐我旁邊 我女兒坐我旁邊 我女兒坐我旁邊 怎麼有辦法 我車停路邊 那我女兒從後座下車 撞到小孩子 我就忍耐嘛 他啪了一聲 我老婆被女兒聽見說 唉唷 爺爺怎麼這樣 有遺傳的啦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耶 好奇怪喔 而且不只喔 我覺得車子太多可以講 有時候煞車的時候 你會多少 我會幫他護一下 這個很棒耶 我覺得也要看階段 我覺得真的要看階段 因為有分 就是曖昧的階段 對 有個女生剛認識 對 剛認識 妳就這樣子 妳有時候 真的會拿捏不準 我跟你講 這不是一巴掌 就是一輩子 對 前面是安全氣囊 後面也是安全氣囊 那會很尷尬 然後有時候 有時候像老婆的時候 你有時候真的會 來不及殺 就會變成這樣 對 力道沒拿捏壞 他會是有一個年紀上的 對 區別啦 我跟我兒子還有我太太 我們三個人裡面是 我是最早起的 我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都會幫他們準備早餐 這麼好 反正都起來了 你就順便幫他們做 然後 因為我兒子很喜歡吃蛋餅 起司蛋餅 所以我就會去 特別去買那個餅皮 然後買起司 然後就 煎個蛋 然後幫他們做早餐這樣 然後 有一個問題來 就是那個餅皮 它其實很容易過期 所以你要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把它弄掉 冷凍啊 冷凍也不行 因為它出來之後 它過水 它就會變 比較脆一點 會均裂 它會一狠一狠一狠 所以你就要快點把它解決掉 然後就會變成是 可能 禮拜二蛋餅 禮拜三蛋餅 禮拜四的時候 就會很抱怨 我懂 對 然後就會說 可不可以 芭比姨 你不要再做蛋餅了 然後 我老婆就會跟著 對啊 我吃蛋餅有點吃膩了 我想說 那你就換你來煮 你早點起床嘛 真的做什麼都不對 對啊 是不是 關於那個 用手護體那個事情 我老闆就看穿這個事情 你說這個 對 我跟你講 這個做事 完全是很行事 完全一點幫助也沒有 如果 它真的會出事的話 這樣的力道是不夠的 沒有 但煞車那個突然即散 如果真的會讓你出事的時候 這樣的戶是不夠的 因為太多了 其實也是不夠 那如果 那個這樣子弄摳得住的時候 通常也不會有事 對 但是你不弄它也不會怎樣 對... 對啦 那是一個心事 但陳翔做這個動作 我心跳了露了一拍耶 對啊 那是陳志祥 有一次我們出外景 那女藝人氣呼呼的 旁邊 然後幫護體會不會氣呼呼的 因為那個 你是小黃司機 你幹嘛 小黃司機 你幹嘛 一路走 一路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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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對 對啊 這就是看人嘛 這真的要看人 講的是阿強喔 如果那個人是你不喜歡的 也不行啊 對 那我就不會坐他的車啊 你看 OK喔 這也是 而且還有一照我也覺得很好 就是用那個 比如說太陽不是會紫色眼睛 對... 他就幫你把那個遮陽板 鏡子這樣放下來耶 你還在那裡 怎麼會 真的喔 小動作啦 對啊 這種小細節 所以你吃小動作 我吃小動作 OK喔 小動作 對... 阿強以前跟我們一起錄 外體遊戲節目 對 小動作特別多 小動作 他就是不肯說 那個腳踏實地的認真 對 他都在想一些 手機取巧的事情 對啊 阿強對你做過 最幾天 但是你並不想要的事情 他在之前拍八點檔的時候 因為他連續拍了八個月 沒有一天是休息的 然後我看到他的時間就是睡覺 我起來的時候他已經去上班了 然後他回來說我已經在睡覺了 然後我們連續八個月 沒有任何的對話 但有一天七夕情人節 突然叮咚叮咚 我收到那個 快遞送來的一束玫瑰花 然後上面有一個卡片 然後那卡片雖然是用硬的 但我就覺得 哇好貼心喔 結果後來 我就看到同劇的女演員 就像雨潔 還有婉君 他們每個人都收到一束花 陳志強送的 他整個順便幫你訂了一束 對 我就說 而且他們還是手寫卡片喔 妳的是硬的 對 他還說雨潔 謝謝你什麼挖勾的 謝謝我的女 因為戲裡演他老婆 謝謝我的老婆 那妳的是 妳的是通用的 情人節快樂 對 是不是有收到 還真的有收到 我們覺得好貼心 真的有收寫 要講 很貼心嗎 收寫是我覺得是 因為他臨時想 我就可能 就想說身邊 表情人節的時候買山素 真的比較便宜 這表示要計畫喔 手寫是可能是零時 妳一定要這樣想 是嗎 打字印出來的是 一定要先預定 但是手寫不是 但的確那個八個月 因為我們真的是很累 所以她那個舉動 真的滿貼心 我們女生就是會覺得 對 貼心不是只對 我是對所有人 對啊 就是中央空調 對啊 很會做人 是滿會做人 對 中央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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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接下來 男人自以為 我的貼心 超級白夢 害到我 來 貼心來 害到妳 我老公真的常做 一些很可愛的事情 害到我 我一開始都以為她做得很好 小孩重病臥床 那時候小孩重病臥床 然後我要去工作 但我就會媽媽 身為媽媽就會不放心 因為我是照顧者 所以呢我就說 那妳好好照顧孩子 她幾點幾點吃完 喝完奶以後要吃藥 她說好 我沒有問題交給她 然後所以我就記得晚上去通告 然後通告完 去趕快手刀回來 大概九點多 然後換我老公要去上班了 因為她開酒吧 然後結果 我回到家就一一 Check我老公說 那有幫她洗過澡嗎 她說有 我說那喝完奶了 她說有 我說藥也吃完了 她說吃完了 我全部都弄好了 我說太棒了 然後我老公就趕快離開了 去工作了 大概過了不到半個小時 我女兒就突然間一直咳嗽 我就心裡想 不是已經吃過咳嗽藥了嗎 怎麼咳嗽 然後就看起來還是不舒服 然後咳嗽... 都突然間我就看她 她就媽媽 然後就整個吐出來了 一大堆的奶 然後吐在她的那個床上 然後頭髮 因為妳頭髮有點長 然後整個頭髮都是 然後 就是現在 然後不知道要先救誰 就先把女兒抱著 然後把狗先放 放到那個床上 然後進去 因為女兒比較會哭 媽媽 我不舒服 我吐了 然後說不是妳的錯 然後就趕快把它弄一弄 幫女兒先洗澡 吹頭髮 弄完以後 要再去把床上的東西弄掉 最慘的是 狗那個是紅貴賓 你不可能就這樣子 這邊都是吃的那些 你又不可能 可能她覺得溫溫的趁熱 是不是 吃溫的啦 第一次 第一次會嚇到 所以你沒有想到會這樣 然後就要處理完狗 然後弄到已經是凌晨了 然後我老公都要回家了 然後我就說 你今天是怎麼餵的 我老公說 我跟你講我很聰明 他還不知道我經歷了這一些 他說啊 因為他去想說 趁女兒要喝奶奶的時候 就把所有的藥 就倒在奶奶裡面一起喝 那他不知道喝配方奶的時候 喝那些奶的時候 你加上的那些藥 他其實就是 因為他是會吐的 很慘 所以就是我老公 沒有按照時間 你該放後多少時間內 或者是如果他要喝奶的話 你要間隔半個小時 他一起 所以女兒就噴吐了 然後發生了這個慘案 然後我就跟鬼一樣 弄到我真的 那天就覺得我快要往生了 沒有老公都覺得還好 他就自以為他很貼心 他就是做錯事 這真的太假 對啊 太假了 我曾經有一個也是 可是我自認為真的回頭看 太丟臉 太假的這個故事 結果那時候那個女朋友 她年紀輕輕 她就有買車 很愛車 自己的車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以前都在公司上班的時候 都開家裡大車 車技也不錯 男生嘛 然後那一次 我們要去一個活動 去玩鬼屋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不然我今天我來開好了 你今天穿那個漂亮 我來幫你這樣 然後我就很帥 一路都很順暢 你知道男生開那種叫車 我當然要展現一下 我對速度感的掌握 一切都很容易 速度與激情 對 速度與激情 開開開開 然後一切都很順暢 他還覺得就是說 太棒了 現在還多一個司機功能 結果 在停車的時候 我就直接A下去 就前面那個棒板 直接插到 然後我就整個尬掉了 因為那個時候 算是剛開始交往 然後我前面還耍帥耍的 足足的 就直接拿人家的車子去撞 然後我就很尬 然後我就馬上找個理由 就說沒關係 我們先去玩 然後這個 我認識太多玩車的人 修車什麼 交給我 然後等一下結束 他就先回去 我就把他車拿去修這樣 我還想說 可以應該一萬塊以內可以解 就是刮傷 結果到車上就是 然後我就直接尬掉了 所以你是怎麼撞的啊 沒有 就是有進去就對了 有插進去 然後 對 這個故事後面就是 我就帶他去辦了這個洗車會員這樣 然後沒有修 這就是用洗車的方式 讓他看起來好像還好 對 這個女生後來就 屁事耶 失敗太糗 實在太糗了 而且是他的車 就真的太尷尬了 我要講到這個 也是我貼心的男朋友 就是我覺得開車門 要是一門技術沒錯 因為最近不是常常雷暴雨 就是那個時候 我記得是下雨 然後我男朋友一定會 就是很怕我那種事 所以他會 就是拿傘幫我開車門 可是他很怕我淋濕 他說 你趕快上車 趕快上車 趕快上車 然後他就把門關 然後我就 怎麼了 腳還沒進來啊 我腳還沒進來啊 腳還沒在外面 腳還沒在外面 然後他說趕快腳進去... 然後上車說 你腳怎麼不趕快我要開門 腳在門怎麼還關不緊啊 一直在拆那個門 好痛喔 好痛耶 然後我就說好痛... 然後我說還好吧 我妹妹示範 然後我跟妳講 天啊 太累了之後我跟妳講 我拍戲好就算我拍戲變得好 我剛剛要走路什麼 就是真的 有的時候比方快拍 拍就可能是就是有... 你知道有的時候鬼... 超好笑 因為拍走路 有時候走路是妳可能不能走路 所以它可以用軌道... 軌道推 然後妳可能坐在木板 可是妳這腳是要這樣子 妳要真的... 假口 那我們一起... 可是我是被推的 我走路是這樣子 你知道 真的... 但是拍起來不會像七爺八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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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妳明明一直這樣 但是就是感覺是在走路這樣子 真的... 然後那一陣子演起來都像鬼片 對... 如果我忘了的話就靠鬼影 然後我還要自己拿板 然後就是坐著 真的是她的貼心 就是也是讓我就是很驚慘 這個很扯 搞到腳裂掉 對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 我覺得很...也是... 近期發生 你知道她也是貼心到 她說因為那時候我們要裝潢 她說我們外面有一個收納 妳不要管我擺一些東西 妳就去拍戲 我來去整理這個 我跟你講她 有一天反正我們搬回來之後 我說到底後面裝了什麼東西 她說重要的放到外面 因為我們不要搬來搬去 妳知道那個地方是一個收納間 是在陽台後面 它應該是要隔水 它是說有可以防雨 但是它並不代表雨很大 因為那時候有台風 不防整個水 妳知道裡面有多少東西嗎 好 我的氣炸鍋 我的所有所有的電器 它放到裡面 所以那個時候我所有的夾機 就基本上全部都要換 但也是她貼心喔 妳不要管我來處理 我就超恐怖的 像我老公就是 因為我都一直覺得 她數學比較好 我覺得那就數學她來教 我教她國文就好 比如說像今天的話 她就會比如說她先教數學 然後回到家的時候 等我的時候我再教國文 所以有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她怎麼教的 反正我就問她 女兒 有的時候寫完了功課 老公說對 我也教完了 然後這樣一直教之後 女兒功考就越來越差 就變成這樣 越教越差 然後老師就說 你跟我這麼差 你全班最差 然後我說你跟我誰教的 他說 大部分都是爸爸 然後老師 插到老師就留言說 爸爸 妳數學中學真的要好好的陪伴 女兒會失去耐心 請妳要多鼓勵 感謝 然後我就覺得 發生什麼事我不知道的嗎 在家她是有兄女還是怎麼樣 怎麼老師都會知道 我老公沒有耐心嗎 我說妳有跟老師講什麼說 對 爸爸怎麼會知道沒耐心 她說我也沒有說爸爸沒耐心 我只說這些都是爸爸教的 老師就 翻開桌椅看看 然後就 就是問妳 公開有沒有寫 有寫 那都寫完了好 勾 就不能只用勾的 然後讓女兒自己寫 然後我就覺得 所以就變得我以後 她做完這件事情 我回到家還是要全部 再盯一遍 要不然老師會盯我 我會覺得很尷尬 像我老公也是可怕的 就是她是主動說 要幫我做家事 好貼心 對 她就是洗衣服啊什麼 有一次我們要去 就是剛好有一個同學要辦派對 然後就是有主題 就是要穿那種學生服 學生妹的菊這樣子 要有角色扮演 我想說那就是找一個 那個 那個我們的 五衣櫃裡面的那個擺摺裙 她說幫我燙衣服什麼 我就一個忙啊 然後忙回來 我想為什麼 我的裙子怎麼不見 不見 我的擺摺裙呢 她說沒有 我幫你燙好了 就已經掛在櫃子上了 我說好 我去看 擺摺裙 就變一片A字裙耶 好厲害喔 她當妳把摺燙掉啊 她就在摺 她覺得這樣正常 應該是一摺一摺的事情 她變碰碰去 她還跟我邀功喔 邀功說 你看我幫你燙了這樣子 妳原本的 原本的那個 一摺一摺線都沒有很好 我直接幫妳一片都燙得很整齊 整片就變A線裙 然後 我說天啊 先生這怎麼辦 這根本就不能穿出去啊 整個回到耶 就是幫倒忙啦 其實幫倒忙 真的不行耶 也是好心啦 但是... 也是好心 不知道會變成這樣 做男生貼心是好事 但真的要暖對地方耶 不要暖錯耶 男生也很可憐啦 對啊 你不做 女生就說 你不貼心 做了以後呢 又說你在幫倒忙 對 所以喔 這個下次呢 要幫什麼忙喔 就直接問清楚 直求對決 對 後要幫妳燙裙子 妳就說 記得這是擺摺裙 妳要去 還要去燙裙子的影片 好 今天謝謝大家 說沒事的都很有事 說有事的沒事找事 歡迎收看 哈囉 妳有事嗎 真的好心喔 智希心情特別好 對 小公來了 不是 是好朋友們來了 OK... 那拍戲拍久了 會有革命情感 今天的來賓呢也是 因為長久在一起拍戲之後 拍著拍著 唉唷 就搞出人命了 對 有... 來 我們先歡迎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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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老公來了 陳志強 太穿了 我今天是來提親的 對 為什麼特別要這樣穿 好腰腆喔 因為今天是 來上智希的第一個主持的節目 非常地慎重 每天看他穿西裝的樣子 真的 一定要走個秀對不對 來 陳志強 好可愛喔 你一定要跳得這麼開心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麼靦腆啊 怎麼會這樣 好麻煩喔 你是因為我不習慣 智希站在那個位置 你知道 下面 我習慣她 幹嘛啦 下風處啦 下風 她都會幫我擋風啦 擋風 好 來 歡迎 黃宇婕 來 用一件事來代表你們的 真感情 來 有愛心翻版嘛對不對 敗家退坑 對 這個應該看得出來就是 我跟如昀姐 每一次拍完戲就說 我們就今天去逛逛 放鬆心情 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們兩個只要在一起 什麼東西都好看 什麼東西都好吃 什麼東西都很香 會有那個化學反應 對 然後就因此呢 我們常常買了一些 就是一些 就是很浪費的東西 就浪費是 當下覺得非買不可 就是如昀姐看到我 她都叫我小潔 小潔這個好看你買 我看到 姐 哇你戴這個 這太可愛了 買到很可愛 來 我可以拿出來 就有一些 我們要買那個綁頭髮 夏天很熱 然後我們看到很難買 我看到一定要買 什麼 很可愛啊 很可愛對不對 對啊 就是 但它 它是小小 就是因為有一個Logo 我們就是 我三次去勞爾街夜市 買烤玉米的時候 也有看到 沒有 不一樣 真的啦 她沒有上面這個金 妳這個買多少 因為我在勞爾街夜市是250 兩萬 對 可能可以買 100個吧 這個應該是兩萬五吧 可以買一個100個吧 可以買200個左右 兩萬 左右嗎 不猜人會計 你還敢講 我自己也有一個 好不好 你看 我買這個 然後那時候雨潔就說 姐 這好可愛 Chanel的 Chanel也有出這個 但真的很可愛 那多少 這一萬五 你看 請看一下我脖子上 它就是個狗戀 為什麼當時我們買的時候 我們都說 好好看... 很好看啊 本人脖子沒有很長 我就問一下 我有那麼多幹什麼 我的生命品味比較差 阿強你覺得這個好看嗎 看人戴 所以它就屬於不適合的 是不是很多 我就買超多 然後每一個都說 好好看... 那一條至少也要三萬多吧 對 這很適合我們家黑秀的 對... 真的... 這高雷娜 黑秀的廣州 那就是高雷娜 像這種也是我們買 然後我還弄丟 因為頭髮很容易弄丟 那個應該不貴吧 這個有兩個兩對 然後八九千多 沒有 這也要一萬多 一萬多我忘記 然後還弄丟了一個 因為髮袋本來就弄丟 還有這個 很多這種夾子 然後你知道它超滑的 這個很容易掉 我弄丟了一次 然後我又買一堆這種 然後我會沒出 我看到你真的是 我也有 這個 我們一起買的 你看我們一起買的 這要幹嘛 給你夾一下 我們今天就用它 這要幹嘛 根本夾不住 它夾不住 我跟妳講 他們兩個真的是超愛買的 可愛 好可愛喔 我買了以後沒有用過 小肥包 走開 好 來 你看 沒有用不瘦 這個超可愛的 這個手機裝不下對不對 這個裝不下 我根本沒用過 這個裝不下什麼東西 它只裝得下 可愛 對 車鑰匙 只有車鑰匙 手機要抓在手上 好可愛喔 這個也要 應該要 要 對 我忘了 我沒有用過 女傑她常常就是會買很多 就是包包 愛馬仕 買的私心風 我覺得說妳太誇張了呢 她給我一個理由是 因為我之前演那個千金小姐 我太入戲了 真的 入戲 千金小姐啊 千金小姐應該有的配備啊 因為那個角色我演兩年 我跟你講那兩年 我的個性其實有一點不一樣 你有感覺嗎 有... 對 然後我跟妳講 我之前是那個時候 但我現在真的用不到 你看我現在帶著比較 這也是很大 就是也是很大 我跟妳講 所以妳必須要平衡一下 家事請劇組幫她安排那種 家糟松落破產的 然後必須要把東西變賣 對 那妳就入戲了對不對 妳就把家裡面的愛馬仕拿去變賣 對 我跟你講她更誇張的是 她的家裝潢 她重新翻修 她的家大概二十幾瓶 二十五 室內二十五 她是圈裝四十七的 對 室內二十五瓶 這她花多少錢 花多少錢 千萬 我跟你講沒有什麼 比畫在家裡更值得 我是因為那個家裡是 她不是新屋 所以她是 二十零左右 她不是新屋 所以我要翻修 她在評審 她在評審 電水要重新 妳知道她家天花板有三盞燈 那三盞燈的妳看呢 就好像是IKEA 就買得到的那一位 她說 那個照片上面那個 來...看一下照片 你們要看她的邊邊 她又叫Hello Hello很像天使光 三盞燈十五萬 就表示什麼妳知道嗎 什麼 然後她的那個牌子是有得過獎 所以我覺得看了就自己很開心 很有質感 就像別人不知道那個得不得獎的事情 但是妳知道了 我知道 妳就覺得值得了 對 就像這個也是 它只是一顆球 但我知道它有兩個算是 現在妳那個LV的髮帶 因為妳不講LV 人家也不知道那是LV 靠拉機拉出來的 這個妳這個很曖昧耶 我這是... 我跟宇婕啦 她應該是我合作 除了曾智希之外 我跟她 好像是 真的 我跟她認識的第一部戲 那時候我們兩個演一對 因為我們兩個在戲裡面 都是很純樸很老實的那一種 那劇本就想說 我們就是 大家來參加我們婚禮很開心的 然後就殺青結束 我就覺得說 好像少了一點什麼東西 妳自己覺得 對 我就跟... 對 那個角色我們經歷太多了 因為我們那個角色裡面 我們兩個演 我們兩個已經演一個 高中生的爸爸跟媽媽 經歷超多 所以我們是有點超齡演出 對 然後終於可以在一起了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問宇婕 妳有沒有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要接吻 對 她說 對 我也覺得 對 我也覺得 我想說那還好她 宇婕呢 三哥到底 沒有 因為... 那個角色是真的 我們是很... 對... 配合啦 有的女生傲嬌 不要 對啊 導演又沒說 對啊 所以如果我們就造腳本就好了 我們對這個戲的認知 都覺得說 這個時候如果是一個吻 然後結束 對 應該會更有... 你當時的問法 是專業的問法嗎 還是帶給猥褻 欸 欸 妳... 學不學的 那隻 欸 誰... 誰... 誰會這樣啦 直接出事嗎 所以你是誠懇的問 真的很誠懇 當然要很... 這個要很小心 對啊 就是不能好像那個 不小心笑出來這樣 不可以... 不可以嬉笑 問到... 有時候不小心會笑出來 對 我覺得 你就問了 然後你怎麼回答他 他就答應 他也覺得 對 我也覺得 然後我們就跟導演反應 導演就說好啊 就導演那時候是民青城 然後那個民青城的時候 民黨那時候就聽到 我也這麼覺得 很為模仿 好笑喔 男人都懂 對 因為那兩戲之後呢 有一次他在大陸接了一檔武裝戲 然後缺一個男主角 對 他就跟劇組推薦我 我就真的也就跟他去了 還有 這個算 他們算是演了大概三四檔吧 這個是我們在 武裝戲裡面的造型 三四檔的夫妻 我們就又連續又演了 第二次的情侶 對 對 然後在那一次情侶回來之後呢 就到剛剛他講說 他因為拍那檔千金的戲 買了很多 手勢包包的那檔戲 對 我是一個有富之夫 但是他是小三 對 然後我們兩個就 有一些 天壘溝動地火 對 我一直克制要跟他在一起 但是後來 一場戲是 喝醉了酒 劇本就寫了說 我們兩個雍吻到床上 然後就 用描述性的這樣子 對 然後鏡頭 八年檔的鏡頭就是 從床上 兩個輕輕輕輕 拉到旁邊的檯燈 可是主要是 女生要主動喔 女生要主動 所以我很緊張 但還好有他 我覺得我跟他的信任就是 他講什麼 我們真的是為了戲 我們不會那個 所以他告訴 他指導我好多 我覺得那部戲變好看 他不會尷尬 真的 他就是我們的工作指導 我們要來真的 就來真的 跟那個梁朝偉與湯偉一樣 對 對 然後最後就這樣輕輕輕 而且那個輕的氛圍 就是要不要 要不要最後 好像吸住了 然後吸住了就連 放不開 然後黏在一起 對 真的像西田裸一樣 到床上之後呢 原本是說 那個鏡頭要拉過去給燈 我說宇潔我們 我就跟導演建議說 導演我們要不要 用手來代替那個 就是 我已經 陷入他的身體的 那時候只有拍手的特寫 對 但因為不收音嘛 我就在旁邊媽媽說 你的手也要有感情 也要有戲 這時候 你先慢慢的放鬆 慢慢的放鬆 慢慢的放鬆 然後 我要進入你的身體 然後 謝謝 然後 我進去了 然後 這細節好多喔 對 是不是很有感情 然後最後結束了 因為人被進去的時候 就會緊 對 然後結束了 然後就說 好 好有感覺喔 真的 他這場戲 他有錄起來給我看 然後一開始錄給我看的時候 就讓我看一遍 說你看這個 我拍得多好 這都是我安排的 看了一遍之後 我就想說 好 專業的演員 我要接受 要試著洗腦自己 對 我身為演員的老婆 我一定要接受 但他就看了我大概五遍 然後都放大給我看 所以你看我這個親得怎麼樣 氣不氣 會不會生氣 我那時候是不是有 用一個專業的角度 這個戲劇的角度 在跟他分享一下 而且他其實真的很會親 所以那時候我拍第一次 吻戲的時候我就 他真的很會親 他跟你都沒那麼會親 對 真的 會親真的是 所有跟他親過的演員 都還滿就是歐漏耶 我那時候要拍吻戲的時候 我就是沒有經驗 我就打給他 跟誰 那時候 跟余秉諺 打給他之後 他就說好 那我現場示範給你看 因為那時候他不在我旁邊 他那時候是跟另外一個 男演員 我在台中演舞台劇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房間裡面 在聊天 然後他剛好打電話來 他說他不會親 我說那個親 我跟你講那個節奏很重要 那個節奏很重要 來來來示範一下 你不要 你不要 因為 你跟他示範就好 因為 跟他示範有什麼關係 因為那個朋友 那個朋友是個男的 他是男生 我是找一個男生示範 對啊 我就把手機放在旁邊 就像這樣子 有沒有 就這樣有沒有 只會說那個親的時候 你要先摸他的臉 因為是他主動的 對 你要先摸他的臉 然後要親就是又有點避俗 然後就 是那個節奏 美是美在 這個吻戲的時候 是美在那個節奏 我就是這樣慢慢 慢慢 要接近 要接近 然後又不敢 不敢 然後最後上去就好 而且是給男的 如何 應該跟妳的感覺是一樣的 有多 有多 我們是那個 什麼意思 我們今年過年呢 就有去強哥家 大家就想說過年嘛 小賭 怡情 就沒想到他們賭著賭著 出國原本是做經濟艙 就變成商務艙 那一次我們是賭 那個叫什麼去了 社榮門 然後大家想說 就是默默的就是 小賭怡情嘛 然後賭到後面 雨潔姐已經開始 拿起他的紅包 那邊一直抽錢 一直抽錢 他紅包之後喔 後來回去問 因為他說他輸了幾萬塊 有了 然後強哥最煩的是 他很會 我們一個朋友 趕快就是加碼 因為那一次賭了 就是場面已經很緊張了 就已經是三萬 三萬左右了 然後我們那個朋友呢 就賭性也很堅強 強哥就說 你就賭啦 全拿 我們那個朋友也很衝 他說好 我全拿 就一色衝數 變成六萬 我還記得他那一天 是拿二跟十 所以他那個朋友 就是覺得說 他有那個運氣 可以拿得到這筆錢 但是就殊不知壯數 然後那一天 我記得後來 我們好像是最贏的 我們贏了六萬 我們贏了六萬 對 然後原本要去日本 就是訂了經濟艙 然後馬上去升等 改善無常 他那一天其實他那朋友 真的很倒楣 他就除了賭錢 輸了幾萬塊之外 後來 大破年了 大破年了 摔斷熱骨 還沒有醫院可以看 因為醫院都在休息 對 他就是去刷牙 對 來 如荫姐 把當女兒送驚喜 因為我在這部戲劇裡面 認識這些人 永兔就是演我女兒 真的很像我女兒 因為他每次到棚裡面 他就說媽媽 你今天台詞好多 要不要我幫你對 好貼心喔 好棒 然後那時候 雨潔每次看到我就說 如荫姐好美喔 這在哪裡買 反正不透的邏輯 不透的邏輯 那時候我們拍戲的時候 第一個五月的母親節 然後他們知道我小孩 都在新加坡 這怕我會難過 所以他們就跑到我家 來幫我過母親節 對 然後那天真的 就像太后一樣 她就說媽咪 你去客廳看電視 然後她就是在廚房裡面 一直洗啊 一直切啊 我是備菜的部分 雨潔姐是幫她 對 她整理我的包包 因為我那時候剛搬家 東西都還沒有去救 好 師傅醫生 好 那母親節又快到了 因為我們播出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母親節 好感動喔 我們自己有單位為妳準備的 好感動喔 沒有雨潔做的餅乾 母親節快到了 我已經好幾年 母親節小孩都不在 沒關係 有我們 有我們 不要哭 妳不要哭 還有補給 拍馬式 對 雨潔 不客氣 雨潔這個餅乾是 她減肥 這個只有三個東西 一個是香蕉 不放糖 香蕉 麥片還有跟核桃 好健康喔 這個是完全沒有糖 這就是健康的餅乾 謝謝 好棒喔 那要開啤香檳啊 好棒喔 國籤節快樂 謝謝 國籤節快樂 謝謝 全天下的母親都 母親節快樂 你們的媽媽也都 OK OK 我好感動喔 對啊 謝謝 掌聲鼓勵 感覺真的好好 謝謝 國籤包好好看喔 我沒有這個顏色耶 好厲害 因為妳不吃甜了 不然妳就直接把包包拿起來 就好了 對 好漂亮 謝謝 太可愛了 來 我們祝福錄音節目 親節快樂 謝謝 謝謝 我家會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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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就放著旁邊 邊入邊吃沒關係 這可以邊入邊吃嗎 妳吃妳也可以啦 沒問題 來 長時間的相處 抖出不為人知的她 好 來 不為人知的她 羽傑 她的一個優點也是缺點 就是她很容易受驚 優點 你講清楚一點 受驚嚇 就是因為我們拍了很多影片 她知道說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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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跳了 妳怎麼...怎麼那麼...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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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幹嘛 妳幹嘛 我跟妳講 她真的不是裝的喔 怎麼會這樣 她就隨時都這樣子 而且她都知道妳要嚇她囉 但她還是會被嚇到 遇到的時候 她還是會有這個反應 對... 那妳好不適合去錄靈異節目啊 我不適合 而且我跟妳講 我如果... 妳好不適合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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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好可愛 對... 妳說妳不能去錄靈異節目對不對 靈異節目 或者在戲院看那個... 看鬼片 因為真的旁邊的都會被我嚇死 對 所以我真的不敢去電影院 不是為了自己 我是為了別人的安全 因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但她其實還有一個最怕的東西 可以在她身上嗎 是嗎 她怕毛毛蟲 超怕 我原本不知道她怕毛毛蟲 我們剛剛不是講說 我去那個恆店拍戲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穿古裝 因為恆店拍戲那場景都是戶外的 你看她現在就怕了 在樹林裡面拍戲就... 會有很多那種毛毛蟲 而且那個樹林特別多 那時候我還沒注意到 她每次在拍戲的時候 她就會一直在那邊東張西望 就是會擔心什麼東西出現 我想說她在怕什麼東西 結果她... 她也沒講 我也沒問嘛 然後就拍拍拍 我們中間要休息 我們就坐在那個 我們的椅子上面 坐在那邊休息 我就把我的那個 古裝的帽子放在旁邊 結果我就 我那帽子上面有一個 好可愛的毛毛蟲 大概有跟我的手指一樣出 我也是覺得那是可愛的 綠色的 然後上面的毛漂亮 我就拿那個帽子 我說 好可愛喔 我不知道她會怕 我就這樣 她就坐我旁邊 大概是距離 我說瑜伽你看 你戴一下 我幫你跟她拍一個照 我覺得這個好可愛喔 你知道她什麼東西 她一轉過來 看到那個毛毛蟲 嚇死 她整個跳起來 就這樣跑 大概離開五十公尺 毛毛蟲有什麼 很怕的 我怕你們沒有辦法了解 那個毛毛蟲長什麼樣子 就我戴的那個帽子有沒有 你看這個毛毛蟲好可愛 真的滿可愛的 好粗喔 怎麼會有人怕這種東西 沒有了... 沒事... 沒有了 那妳會怕毛毛蟲 那妳一定會怕蟑螂 我不怕蟑螂 不怕蛇 不怕鱷魚 那妳怕妳男朋友的毛毛蟲嗎 她不是蟑螂 她不是蟑螂 我們拍戲回來之後 過了一年 我這個照片 這張照片我傳給她 她用... 我傳... 我記得我是傳微信 她給妳封鎖 她直接... 她用... 她用我這個打給我 陳志祥 我給妳講 我給妳翻臉喔 妳想幫我照一三個步 我永遠不可以 看妳的微信喔 大陸耶 用紅的 好像喔 我說幹嘛 我幹嘛... 毛毛蟲到底可怕在哪裡啊 妳...妳在看著她 妳在看一眼 妳看著她 妳為什麼要看她 我就請問 有時候我就拿一個衛生紙弄完了 我就把它捲成... 像個毛毛蟲 用什麼... 這樣她也會怕 她也會跳起來 妳為什麼不去想毛毛蟲 那個蛻變成蝴蝶的時候 那個美麗的樣子 如果這樣妳看到鬼妳會怕 妳就把她當作人 妳還會怕嗎 是...鬼就是死掉的人沒錯 所以妳會怕蝴蝶 蝴蝶看遠看可以近看不行 妳會怕雅美蝶嗎 雅美蝶 雅美蝶 還是妳會怕伊蝶 伊蝶 是... 如荺姐 這是要給我的嗎 是什麼... 什麼啦 腳後變性 我哪有啊 腳後變性 你有啊 正常的時候呢 不喝酒的時候都好好的 一喝酒呢 不但會吹酒 然後那個會拚酒 然後呢 還要把桌上看得到酒都喝光光 她是這樣的人喔 對 因為她平常看起來很端莊耶 可是她喝醉酒啊 其實就是話比較多 然後呢 會站起來然後亂踩 她每次... 就變得比較活潑啊 對 其實她喝醉酒 她臉不太會紅 對 可是我怎麼知道她喝醉酒呢 因為分辨不出來嘛 她就開始一直踩我的腳 一直踩... 所以我回去每次那個腳 都是黑醉啊 因為喝酒 我們都要帶她回家 她每次帶她回家 我們都會有災難 就是第一次我帶她回家 她在我車上吐 好 那就算 第二次我學聰明 叫計程車 好 要開到她家了 她說 我手機在... 我手機在哪裡 好像 我手機沒有 好 我們在後面說 那個不好意思 可以回到那個店裡嗎 然後那時候我男朋友好貼心 她就下去 就是宰哥的店 週末你知道 連進去是要... 拍拍拍 你知道她下去了二十分鐘 找不到手機 她就上來就很累 她說 兔 她說我真的找不到 還是就是隔天再說 我們先送妳回家 好了 她說 好 然後沒多久呢 她說 手機在這裡 她手機在她腿上 我們已經就是... 那個車子 我最後忘記那個計程車 花了多少錢 那那個計程車 就是已經要到她家 又回到東區 又再到 她真的是很恐怖 她家在戲職喔 而且妳還會演她 喝醉的樣子 對 因為她喝醉酒 還會很豪邁 當時她演戲 她是那個華客集團的她家族 她喝醉她把戲裡的那個說 我告訴妳 華客集團都給妳 神經病 說場中有什麼毛病 她喝醉酒 有些真的很好笑 很可愛啦 那一次我們一起去吃飯 她其實喝醉 會從正常到多話 她多話有時候就是 她說什麼話不說 她有時候喝多了 她多話多話 我跟妳講 所以買了一個房子 那房子呢 我跟妳講 裝潢簡單就好了 花那麼多錢 裝潢都是笨蛋 然後我就... 然後我跟雨潔 她在旁邊 我想說她才裝一千多萬的 對... 我直接看著她 她就說 就表示她是笨蛋 雨潔都是很冷靜的 她說 好囉 多話這個階段完之後呢 要怎麼知道說她該回家呢 她會把現場所有的東西 看得到吃的東西 她都會把它清光 而且會攪在一起喔 而且妳知道那一次 我們是有一次我聖昆了 對... 我生日啊 我們去露營 露營大家會煮一鍋東西嘛 裡面就是火鍋 最後會放麵 然後開始一直煮 就大家吃吃 那吃到 大家眼睛都吃得差不多 已經開始在喝酒聊天 在玩了 妳就突然發現一個人在旁邊 然後就這樣 她就這樣子 妳好好的喔 然後那個鍋 她就開始在煮 她又把它開火 我就說 永兔裡面沒有東西 你不要開了 裡面等一下會燒乾 沒關係 還有 我現在把它吃掉 我們就繼續玩...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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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 我會... 主持人控制一下 好笑 我們那個動嘴不動手 對 動他的手 別人的手 好笑 好笑 整桌子這麼豪邁就對了 對 他就這樣子 然後... 我們就開始玩我們的 然後就在那邊聊天什麼的 你就轉過去一看他 他已經拿了一個碗 然後... 對不對 你只要看他這個表情 你就知道他喝醉了 他在法律裡面 真的像噴一樣的那一鍋東西 他會吃光 等一下講 這個東西我只會在你節目講一次 愛你啊 這個不會是別的地方了 這個一波是完全顛覆你的形象 所以我現在有點後悔 我不應該看他 原來... 真的是不為人知的 以後你的外號不叫永兔 你叫做吃噴的啊 很難聽耶 吃噴的耶 他永兔...他都不吐的 他就是愛吃噴而已 很可愛 很可愛喔 光這表情是... 有沒有 圓回來喔 好... 援不回來喔 對... 現在能做的事情就是反擊 換你講別人來 奴妞姐 來... 用力的給它貼上去來 怎麼貼不上 算了 來 魚乾女 我跟你講 你看奴妞姐 每次出門都漂漂亮亮的 可是其實他們家 然後最終於是他 在家他可以... 你最久... 多久沒出門 我可以三個禮拜 一個月不出門 她是宅女耶 她是宅女 然後重點是她連 隔三個禮的泡麵 她都可以吃喔 不是 因為我家就沒有食物嘛 有時候你追劇追到半夜 你會很餓 你就像老鼠一樣就開始亂找 然後看到泡麵 反正泡麵也是有防腐劑 過期有什麼關係 妳們為什麼不帶著如荺姊 走向大自然 因為她就不想出門啊 我也有啊 我之前有去爬山啊 有去運動啊 對啊 對 還是... 其實這個反應很沒有禮貌耶 不是 兩個講了... 等一下 我跟你講 她去大自然 自然有人陪著她 就不需要我啊 我們要事項嘛 今天這集真的... 你才要好好講話咧 到底是誰 你還好講話 對不起 我錯了 對不起 到底是要好好講話 你們都知道 到底是要好好講話 你還好好講話 每次錄影前有喝喔 你待會兒還會在吃飯啊 旁邊不要放食物 好可愛喔 OK 宇婕 妳要報仇了 這個應該大家都... 剛剛他拿貓貓蟲嚇妳 對 現在呢 妳要加碼演出 控肌狂魔 控肌啊 妳是不是他控制妳 真的什麼都要控制妳對不對 他... 我... 妳先不要講話 沒有 現在就用錢的時間 對 首先 智希呢 不管是 比如說他要演戲什麼 就像剛剛親好了 他都要教 好 就算了 連生日禮物 我聽到之後呢 我就覺得真的很誇張 難道智希說 你知道他要送我什麼 你知道他要送他什麼 台積電 聽起來很好聽對不對 股票 股票 對 那我就問他 我就很棒 但是智希一定不會想要 因為他是小女生 小女生我讓我問他 你的股票 他有帳號嗎 他說沒有 那時候放在你那邊 你本來有的股票 所以也不會過到他那邊 他沒感覺啊 只是說 我送你一張台積電 那那台積電是什麼 在哪裡 他感受不到 玉琳哥你知道 那時候他33歲的時候 我要送到台積電 那時候台積電 一張才550塊左右喔 現在是800塊喔 那你給他了嗎 可是問題是因為 在你的帳號啊 但他可以說 我的意思是說 那一張 你要賣 可以賣 那你說你現在要賣 快點 我說不出口 你不要 你不要控制他 聰明的女人 一定是趕快賣掉 物帶為安對不對 對啊 但我就是把東西 錢都交給他管你 他什麼都被他管 錢也管 身體也管 什麼都管 然後連身也管 對 身體也是嘛 對 然後我只是跟他說 他要的很簡單 你隨便送一個 也不需要花到 60萬 80萬的股票 你可能送他一個 漂漂亮的東西 他都會更有感覺 你隨便拿那個 宇婕的一條項鍊 送給志希 對啊 台積電還敢 我後來他的生日 我都是打電話問他說 對 我可以送什麼 後來送了什麼 錢包 上面有 台積電上面的資料 有雙C 雙C 他33歲的時候生日 我送他一個 幸運草的一個項鍊 我那個項鍊 也是一個名牌很貴 那因為幸運草的那個形狀 就是 三三 像兩個三這樣子 對 33歲的意思 33嘛 我知道 我覺得那個還滿有意義的 你有進步啦 但你還是空氣狂我 對不對 有時候是 哪有 我認為是這樣 但我真的很喜歡被控制 可是我那時候 認識志希的時候 你們還沒有結婚 那個陳志強的位置在我後面 然後我就常常看到志希來陪她 然後素顏 我就想說 這小女生很漂亮 很乖 然後拍戲的時間很長 一等就等很久 我一等就可以 等十二個小時的女生 對 好誇張 我們拍戲的時候 她都會一直來 你當初追求她 都沒有等十二個小時吧 沒有啊 都是她在等我啊 對 真的假的 當初是她 真男人就是這樣 好MAN喔 當初是她追求我 不是她 我是 我是 我是這樣嗎 哪是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不是 真的不是 那到底是誰追求誰 她說 我跟妳講 她真的很妙 妳知道 我們有時候錄影喔 然後錄影就是 我們有一關不是要去夜市幹嘛 他們兩個認識是在那個 明魔書 那時候 玉如哥是主持人 對 他們頭來暗期 然後就 愛苗之長這樣子 然後他會被我刷到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在那個夜市 然後 刷到不是刷到 刷到是 刷到 刷到 他叫妳刷到 刷到 刷到啦 對... 刷到你 就是因為我這樣抓他的衣角 然後他就覺得 哇 他就被打動了 不是 玉如哥 你是有多醜啊 那被他拉一拉 就是我們在金融夜市 那時候我跟妳一對 妳走在前面 他走在我後面 我走在中間 因為怕走失啊 這樣走 她就這樣子 她就這樣子一直牽著妳 對 她就這樣一直牽著妳 妳是覺得這是一個什麼 收影嗎 在暗示 我 不是 妳是有色情幻想吧 不是 她就拉會怎樣 因為這麼很多人怕走丟 所以我才拉著 因為我不敢拉他的手啊 所以我就拉他的衣角 那你就這樣子被打動了 對 就會覺得說 怎麼會有一個女生 這樣一直拉著 好可愛喔 我覺得他在勾引我啦 你知道他是不是 很多小劇場 後來當晚呢 你就採取行動了嗎 沒有... 過了多久 有過滿久的啦 這個要說來就話長 太長了 我們下次開個專訪好了 總會有一個人先說 那我們在一起好嗎 那是誰先說的 你先說 還是我怎麼拿罪你 就是你 你真的是 沒有啦 好啦 給他我啦... 你啦... 對... 就像我老婆追我 重視我能到處講嗎 也不行嘛 我也知道假承是我 但是智希真的是一個 她很沒有意見的人 對 我很依賴她 我們出去吃飯 我們坐下來 服務生在旁邊等著點餐 然後我就點完我的要吃什麼 然後她要吃什麼 她不會跟服務生講 比如說她先點餐 我要一個牛排 服務生就站在這喔 她跟我講 我說 義大利麵 給她一杯水 你是翻譯喔 對 可是她是... 她聽得懂你在講什麼 為什麼要跟我講 為什麼一定要跟她講 不知道 因為我就是很害羞 妳為什麼不直接跟服務生 我很害怕跟人家溝通 然後所以我... 她其實有色恐證 所以我就是會很依賴她 什麼事都要透過她 去跟別人溝通 被她控訴妳也很開心啊 對不對 就是這樣啊 所以剛剛好啊 來... 好 這很簡單 我們就題目問出來對不對 你們手上都有手對不對 手指頭 覺得是誰就指對方 好 來囉 好友之罪 撕破臉大控訴 第一題 誰最大最班 準備囉 3 2 1 陳志強 那我也來好了 來 妳是說現場誰的嘴巴最大是不是 沒有... 妳是說外型嗎 不是外型 是男同大 沒有 真的是大嘴巴 一個一個來 控訴一下 來 蔣博恩來 蔣永兔啦 你真的會... 你會被殺死喔 多叫幾次 會叫住喔 不要啊 好 不要再叫了 不要再叫了 蔣博恩好親切喔 我覺得你這樣子比較接地氣耶 我不要 你那個永兔兔什麼兔什麼 我不要 對啊 而且她的本名也好難唸喔 林婷玉... 請那個劇組 你給我講 你會喜歡 安排一個角色 你是留學日本的 他日本叫做Japan嘛 他人家是叫做Japan Japan 可以啦 這個角色不錯啊 他會笑... 他會被你們害死喔 真的 好可愛喔 來... Japan 志強 歡迎 有一次就是因為那時候 我跟他合作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已經跟 之前男朋友分手了這樣子 我就有跟他講說 他...就... 大家就會分享嘛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就是我已經分手了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他應該不會往外講 我想說幫他當好哥哥 就到他這裡為止 對 就到這裡為止了 結果呢 某一天我們就搭演員 在那個休息室在那邊聊天 然後突然就有人問我說 就別的演員問我說 那你最近感情狀況怎麼樣 然後強哥就在旁邊 他就這樣 你問什麼問啊 人家就會去分手 你會問 你真的要講嗎 不是 怎麼這樣啦 某一姐 你偏偏理我 為什麼會這樣講 你怕人家觸痛他的心事 你要阻止那個話題 對 我說分手了 不要再講了好不好 不要再講了 要出分手了 不要再問他 成人有的事 他大盤子是拿起來 分手了 分手了 講不內分手了 你們兩個好可怕喔 祕密真的不要跟他們兩個講 太可怕了 你們有什麼事情想要宣傳的 對… 玉琳哥也是大喇叭耶 而且你不能說 玉琳哥幫我宣傳 這樣子我反而不要了 你要不要說玉琳哥有個祕密喔 這個不能說喔 到你這裡為止喔 你要這樣子 我才有那個企圖心 把你講出去 我真的很討厭 我那時候就 就還沒有就是對外宣稱嘛 就是因為公司要處理一些事情 他就在那邊講 就全世界人都知道 過年把你壓壓出來 而且 然後重點是還 就講喔 講完之後 就不知道 因為他在整個演員休息室嘛 就不知道誰有去跟媒體 透露這件事情 是不是 就是因為你 他聽大喇叭 因為我們門關起來 講自己的事情 我在 保護你 對... 你說我大嘴巴 我到現在有說那個 蘇六萬刷斷六股 那個 師傅音姐介紹給你的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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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沒講 不是 我都現在我們都沒講 等一下... 真的 原來那個人是你 師傅音姐 不是 我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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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朋友是他介紹的 你不要自己 你不要把我的錯 我還快回來 講一下 我跟你講 我是因為你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有時候 有時候你的反應 大家可以看出一個端倪 介紹這個朋友給你 我沒有說他是誰 對啊 我只說這個 蘇六萬然後摔斷肋骨 是劉雲姐介紹的好朋友 對啊 來啦 放一杯啦 來 來... 這個 準備一碗噴給他 讓他消氣一下 不能只有噴啦 還有一杯單一 純賣雪莉桶威士忌 好... 天啊 好慘 我真的好慘喔 我不要再來了 好 小明你不要再來了 你應該不是不要再來了 你應該不要再跟我見面 對 你搞錯重點 跟我們節目什麼關係 你不要再來 你頂多說 你不要跟他在同台了這樣子 對啊 我不要... 你不要再輸六萬啦 就這樣啦 好... 而且我跟妳講 而且他這個人就是大嘴巴 就是他講話 就是很直接 他有什麼直接在現場講 我就跟他說了 你要小心 誰誰誰 因為他會往心裡去 你不要在現場講什麼什麼什麼 記得有蹦 一進到棚裡 好 我也進在說 宇潔你剛剛說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蹦耶 而且有麥耶 好 我跟你講 主要是 那個化妝師是不是放的也是棚裡的 好 導播師是不是放的也是棚裡的 對 好 那就算了 其實很多就是可能他們也是在樓上的 你知道長官們可能也在看 那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了 我解釋一下 因為喔 又要解釋了 李游王 李游王 對啊 像我們現在在這個棚內 他講的是棚內 我們也在棚內 我們現在在棚內 大家身上都有帶麥 是啊 我身上有帶麥 我就知道說有些秘密是不能講的 對 以後就是要關麥 但是因為我們拍巴雷黨的棚呢 我們當演員的時候 我們身上是沒有麥的 不蹦 雖然是現場有蹦 但是都還沒開始 我就覺得說那個音量 我應該可以小聲一點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彭麗在講呢 因為他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那個人心機很重 你要小心 但我沒有聽清楚 等到要進棚之後 我沒有講那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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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說錯什麼了 我太差了啦 你又說錯了啦 彭麗在講我跟妳講這個事情 你要不要先不要講 你們兩個不要說 我真的要想說我的事 你們兩個好適合喔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蹦 有那麼厲害的 你是第一天進演藝圈喔 我們那時候真的第一次拍巴雷 那個蹦這麼高對不對 連螞蟻的聲音都收得到 我... 我後來... 後來有一次我又進導播室 我有事情要問導播 我到進導播室的時候 我會問導播的事情 導播在說 你等一下我找一下資料給你看 我就在那邊看了那個現場說 哇 你知道導播他們空檔的時候的樂趣 就是聽演員在那邊講 私以下的話 你看看 好 來...第二題... 第二題 誰最荒唐 最荒唐 三... 二... 一 慌唐這件事 來 誰... 你是比誰 玉潔 你比玉潔 大家都比玉潔 除了王玉潔還有誰 對 那我比玉潔 來 為什麼是玉潔 前陣子才去他家吃飯 他其實很會煮菜 那一天要煮一個菜叫做 豆豉炒山酥 然後你就想 好 有玉潔就說 我去拿那個豆豉 叫他鍋熱囉 他就這樣把豆豉丟下去 然後我就聽到 豆豉丟下去的時候 ㄎㄧ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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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心想說 這豆豉有這麼硬喔 那應該沒聲音才對 對 他就在那邊 好奇怪 為什麼這個 豆豉這麼硬 然後在那邊炒 然後那邊 然後我就覺得 不太對勁 然後我就認真看 結果他放的 是黑豆 難怪會ㄎㄧㄤ 她竟然放的是 黑豆我 那個豆豉 我要解釋清楚 我當時是從市場買回來 然後我很生氣 我覺得那個攤真的是 怎麼會給我連豆 豆 叫豆豉 豆豉跟黑豆都分不清楚 突然之間我在生氣那一剎那 我就回顧了 我的確跟她講 我忘記她叫那個豆豉 妳看她叫黑黑的豆豉 對 她其實真的是一個很 兩光 然後因為她除了很容易掉東西 我覺得這已經是家常便飯 她最誇張 你知道她可以她出國 然後她的車停在 她家的停車場 她的那個後門沒有關 車門沒有關 人就走了 出國 然後她回來的時候她跟我講 我說妳怎麼知道這事 她說因為大家都知道 她已經聲明遠步道 大家都知道 她的車停在哪裡 那一台是她的車 她鄰居打電話給她說 王小姐妳的那個車門沒有關 我幫妳關上了 對 她就這樣就出國了 對 妳怎麼都不喜歡關車門 不是 她剛好有一個大柱子 我就在那邊放行李 走一走之後關 我一回頭看 門都關了 但是 我就走了 那還有一次買洗衣機 然後她就說 如荺姐 我昨天買了一台洗衣機 我不對 我還要再去看 我說不對 為什麼 她說因為她送來了 然後放不進去 我說放不進去 我說妳要買之前 妳沒有量那個空間是多少嗎 她說我量了 我說那既然都量了 那為什麼 她說我不知道 她就是進不去 我說那妳要退貨 她說沒關係 我送給鄰居了 對 我跟你講 我再講 那妳為什麼不退貨就好 為什麼不退貨 好 因為我買了 我先放在 妳要先解釋 為什麼會放不進去 都有合理的 我跟妳講 我有合理的 妳不是都量了嗎 第一點 好 她尺寸我都量對 但我忘記了 那個要出去的那個地方呢 門 有一個卡 是不是 有一個爐子 我卡在那個卡 就是那爐子 我沒有算那爐子 但是窗戶跟位置都對 那就算了 因為這個呢 我已經超過了七天 我是先放在哪裡 然後就不能退了 那我就開始按門 按鄰居 有一個鄰居在 他說 我有跟妳一模一樣也剛買 其實最後呢 我送的是那個 送過來的那個人 他說那他缺洗衣機 我就送了他 妳先送他一台洗衣機 送給送後人一台洗衣機 對 雨潔妳為什麼覺得是永兔 他真的很不愛洗頭髮 女生有的時候不喜歡洗頭 我那是有原因的 妳先講 好 妳毛病好多喔 妳現在有洗頭嗎 我現在有啊 她的洗髮精會不會 壓出來都是滾 她就是比較不愛洗頭髮 所以有一次我就想說 妳的頭髮 他說沒事啊 待會我要綁頭髮 所以頭髮有有 她就不需要洗 對 但妳的理由是 我的理由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剛好 在拍八點檔 然後我那時候是一個人 要演兩個角色 我已經很多天沒有睡 回到家基本上就只能 對我來講啦 我寧願頭髮就不洗嘛 因為到最後一定就是要綁起來 我就把洗頭的時間省下來 洗個澡 趕快睡覺 如果舒嬅的時候 吹風機一吹下去 真的嗎 會變鐵板燒 對呀 她真的最累了 有時候真的累 但真的沒有 補妝師姐姐會很害怕 沒有 就到那時候 他們也多少都幫我 噴一點乾洗髮 今天開玩笑啦 她永兔那個其實 很可愛啦 很可愛啦 對 你不要再... 好好說Ending 最後一題啦 對 請問四位在座 誰最愛吃潑 你真的很壞耶 你這次我怎麼死得下去啦 你還要停 她想要一個好的收尾 你給我來這個 對... 但我覺得玻璃心啦 對啊 她的線紋不遠嘛 來 四位當中 哪一個是最可愛 最完美 最漂亮 三 二 一 這樣歡迎啊 好可愛喔 謝謝 謝謝大家 請抱歉